睡个觉醒来 意外穿越到另一个平行世界 这个世界与我那个世界什么都相似 但处处透露着诡异 一阵闹铃响起 我慢慢睁开眼睛 突然发现天花板上有东西 在床上快速做起 就见写了千万不要 他们知道 一瞬间心里的怒火升起 谁在我家天花板上写的字 我不敢相信揉了揉眼睛 朝着天花板上看去 字居然消失了 难道我起猛了 出现幻觉了 可是刚刚的字体也太清晰 太真实了 斜眼望去既然发现这是在我的卧室 环顾四周 我到底是在哪里 看着昨晚吃完的泡面 地上的卫生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刻 一切都破碎成虚化 仿佛穿越到了平行世界的 另一个房秀身上 想到就算是穿越 可是哪些血资又是怎么回事 在身体原主人的记忆中 没发生过如此诡异的事 突然一句老公 把我的思绪打得拉了回来 就见一位长得很哇塞的女人 在门口看着我 想到平行世界的我 这么早就结婚了 不穿越的话 我这辈子也找不到 这么漂亮温柔的老婆 不管了 身体原主人的记忆 应该全在大脑里 让我找找 就在思索时 心脏突然疼痛 得到答案却是什么都没有 甚至 记忆中根本没有这个人 那 这个所谓的老婆又是谁 你是谁 就见坐在一旁的女人 变了一个样子 你看得见吗 这时脑子里一片混乱 此时的女人 已经张开大嘴 向我扑了过来 下一秒就变成了无头身体 经过几次被女鬼吃掉后 每次开始都是从床上惊醒 难道我这是陷入死亡回荡了 不然在床上坐起 想到我不是死了吗 难道刚刚是梦 抬头看天花板上的文字 又再次出现 不一会的时间 字体又开始慢慢消失 低头看着颤抖的手 想到天花板那句话消失 难道是提示 让我装瞎子 也不对啊 身体的原主人并不是瞎子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在记忆中根本没见过老婆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 难道这句话的含义 是不能让老婆知道 自己可以看见他 要当作老婆不存在 还在思索时 这女人又出现在门口 也许只有像身体原主那般 无视对方 正常生活才不会被杀 看着眼前的女人 心里有点发慌 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了 很快身边的女人 在我眼前做出了个奇怪的动作 想到这是不按常理出牌吗 很快我就不淡定了 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 这一次很快被吃掉 再次从床上惊醒 露出不甘而愤怒的表情 并喊道你这该死的贱人 看着还在颤抖的双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陷入无限循环了 每次死亡之后 回到最初的原点 类似游戏中的存档 刚刚低头不看他 他却主动凑过来 说明他必须确认 我能看见之后才会动手 那我刷回视频 转移注意力可行了吧 就当看着美女入神时 一生老公该吃早餐了 把我在手机上的注意力 拉了回来 你怎么当着我的面 看别的女人啊 此时的我只敢看手机 不敢看身边的这个女人 真害怕再次被打 急剧 你是不是看得见我呀 弄得我心惊感寒 想到我是不是暴露了 斜眼看去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我还在刷视频时 刷到一个直播 瞬间让我受到惊吓 刚才还在身边的女人 就这么出现在手机 吓得我立马扔掉手机 并跳了起来 还在惊恐中 没有缓过神时 手机中 那女的突然出现在身后 并说道你看得见我 我也不再掩饰 挥起拳头就打了过去 没想到女鬼 竟然能轻松躲过我的攻击 打过去的胳膊 瞬间被女鬼咬住 在我一阵的痛苦嚎叫下 就见女鬼舔着我的胳膊 并注视着我 此时的我也无力挣扎 靠在墙壁 不敢到这次是被吃掉吗 慢慢闭上眼睛 想到那下次又是什么呢 经过多次的死亡复活后 我已经麻木 决定走出这里 寻找复仇的方法 经过第六次重生 还是会被老婆的 突然贴脸吓到 死于眼计不惊 第八次 我想逃却逃不掉 既然无法逃避 不如选择享受 接连死了十三次 我只想着一心求死 有些人活着 但其实已经死了 有些人疯了 但其实无比清醒 死亡还在继续 十四 十五 十六 在一次次的死亡中 我接收身体原主的记忆 大概了解了 这是个怎样的世界 与前世唯一不同的是 这个世界中的 诡异怪谈 明显多到离谱 第十八次 为什么我能不断死亡回荡 天花板上的血色文字 又是谁写的 为什么血字 在我看到后就会消失 他们是什么 都市怪谈 都是因为他们造成的 看来我的老婆 是他们之一 只要我活着 你就一定得嘎 想到他每次都想叫醒我 却始终没有和我 进行肢体接触 我已经麻木 就当我要碰到时 就这么在他身体穿过 果然 他只能再确定 我能看见他是出手 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喊我吃早餐 其实根本没有做 只有离开这里 才能去外面探究 关于老婆的线索 去寻找这个世界的异常 也只有离开这里 我才有机会报仇 没有人能在 杀了我十八次之后 还逍遥访问 出门见一个人都没有 此时我的心里 只有复仇 我会找到消灭鬼的方法 再回来 查了他 打开门 走出去的那一刻 很是让我震惊 街道上四处都是飘荡的诡异 好不容易在家里逃出来 却没想到大街上 到处透露着诡异 看到这一幕 让我大笑起来 想到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 在一阵的狂笑下 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许久一句叔叔 你怎么了 听到有人说话 让我感到很失意外 回头就见一位小女孩 吃着棒棒糖看着我 跑瘦些后 伸手抚摸小女孩的头 小丫头真可爱 要是有个这样可爱的女儿 就好了 下一秒 刚才还是很可爱的女孩 变了一个恐怖样子 看着变了样子的小女孩 越来越高 瞬间大笑起来 有意思 真是太有意思了 不过 比起之前 我更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这样以后杀你的时候 我不会有任何负担 如你这般的诡异 经这么多 完全不用担心 会有杀完的时候 真让人兴奋啊 你们都 再次从床上醒来 此时的我已经麻木 许久我再次从家里走出 来到小广场上观察诡异 就见上次嘎了我的小女孩 又一次出现在我身边 想着半天观察下来 世界似乎被各种各样的诡异填充着 一类长相怪异 没有理智 虽然具有攻击性 但却如同空气一般 无法对事物造成冥想 而另外一种外形 与人类无异 他们装作陪伴在目标身边的 亲朋好友与对方说话 得到回应便会吓死 就比如我亲爱的老婆 可即使普通人 根本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他们却依然缠着一个人 进行角色代表 这到底是为什么 忽然想到 难道诡异们 在试图融入人类生活 是什么原因被撞到 还被女人打了一巴掌 扫了个自行车支付三元 看着全身上下 就这三位数家产 想到探究世界真相 得想办法搞点钱 这时微信提示音响起 打开一看是工作群的消息 这才想到半年前 原主卖了套别墅 提成一直没发 看来这笔款要来 应该够支撑一段时间了 回了消息 火速朝着白柳别墅出发 按照原主的记忆来到寿楼处 却发现来到了个陌生的地方 原本的寿楼处 却变成了青山精神病院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很快就挂掉了电话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明整个白柳书院 变成精神病院了 可他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难道这医院也是诡异 真是太有趣了 走着走着 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下 我很是吃惊 这是撞到什么 怎么还软软的 伸手探视 难道这座精神病院不能入内 这时双手摸到了一对馒头 瞬间脸红 下一秒巴掌打在了脸上 就见被吃豆腐的女人 气呼呼说到臭流氓 我要投诉你 想到刚刚不是在医院 眼前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回头望去 只见自己却站在了白柳书院门口 感到很是意外 立马闭上眼睛 再次睁开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里 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白柳书院又消失了 难道是说 伸手尝试触摸墙体 手却直接穿了过去 想到眼前这座精神病院 我们看见却无法触碰到尸体 他怕是与那些得到回应 才能下手的诡异相同 只有满足某种条件 才可以接触 鼓起勇气闭上眼 朝着墙体撞了过去 睁开眼发现 周围的环境又发生了变化 难道这里隐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 进了精神病医院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 身边发生任何事 我都没有理会 直到找到院长办公室 看着大厅 餐厅 厕所 活动室 全都空无一人 但病房区里 却有好重的血腥味 穿过墙体 就听见呜呜声 见病房区床上 躺着一个人还在发抖 我还在纳闷 这是怎么回事时 那人坐了起来 并回头喊道 大哥哥 按照之前死亡多次的经验 就当作没听见 没看见 在他身边走过 静止穿过屏障 刚穿过一半 就见一个长相 非常恶心的诡异 出现在面前 再次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在他身边走了过去 弄得这诡异 一愣一愣的 这里至少关着几十只诡异 而有些病房门户大开 甚至存在诡异外逃的可能 再次和这些令人 作呜的鬼贴脸 我已经可以镇定自入 而这 都要拜老婆的十八连杀所赐 呵呵 我亲爱的老婆 发现地上有些病例和资料 想到或许能获得一些有效信息 突然发现一张纸上 写着128号实验题转化诡异 这让我感到很深意外 难道诡异都是由人转化而来 那些病房里的诡异 曾经全是人 蹲下刚要捡起病例 却发现穿了过去 想到这些都是虚幻的 根本没办法接触 翻病例报告 突然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穿过 站起发现头顶的墙壁上 还趴着一只诡异 没有理会他 思索片刻想到既然办公室有线索 其他地方一定还有 而所有疑问的答案 应该都在这座精神病院的核心 院长办公室 那我不如指导黄龙 精神病院的这片办公区 竟然恰巧和寿楼处重别 来到二楼就见自己的好兄弟 正在接受领导的审讯 看着二楼也没有院长办公室 直接从两人的中间走了过去 顺便推开这个胖子 见此一幕 胖子直接破口大骂 并命令赵无阻拦我上楼 很快来到三楼 终于找到院长办公室 这个人对妹子不感兴趣 随手就把妹子扔到一边 却对他身下的一张纸提起了兴趣 就当我要推开门的那一刻 就听见有人喊到住手 身后的胖领导抓耳挠塞到完了 全完了 图片我就不播放出来了 请自行查看 就见院长和秘书正在打扑克 见有人闯入 立马提上裤子 怒喊道你TN哪个傻叉 特么的谁让你进来的 方休立马抓住秘书的胳膊 下一秒直接把秘书丢到一边 蹲下寻找着什么东西 很快找到自己所找的资料 看着里面写的内容 露出一丝冷笑 果然这精神病院中藏有大秘密 周清风应该就是青山精神病院的院长 那这封信是他写给谁的 难道他早就知道我要来 C栋520吗 或许一切的答案都在其中 这时还明亮的灯泡突然熄灭 突然断电让众人不知所措 方休想到这事 感觉不只是停电这么简单 打开手机手电棚查看 发现青山精神病院不见了 众人陆续往楼下走着 院长这是说到 以我的身份和地位 我能比你们接触到更多 你们无法想象的 关于这个世界的隐秘 手机没信号 光线被压制 如果我没猜错 这种种迹象证明了一点 我们很可能是进入了鬼域 咱的停电 让公司高层有些慌乱 而那些没有保存的工作人员 却在电脑前抓耳挠塞 这时 黑暗中响起吴大海的声音 别鬼叫了 赶紧去个人看看是不是跳闸了 保安人员急匆匆来到楼上 就见一位刚要下楼的工作人员问道 楼里停电了 大家还好吗 人没事 不过想到待会要加班就牙痒痒 办公室内其他人在寻找自己的手机 黑暗中一位女员工突然发出轻一声 怎么回事 我手机上的手电筒怎么这么暗啊 我的也是 黑暗中不少举着手机的员工纷纷附和 方休被这一幕吸引了注意力 看着自己的手机 回头问王子腾你刚才说的鬼域是什么 众人听到鬼域个个都慌了 也有人反驳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鬼 不过是一些自然意向而已 现在所有人保持安静 我接下来的话很重要 关系到咱们能否活下去 活下去这三个字 犹如一记中锤打在众人心口 简单来说 所谓鬼域就是鬼的领域 你们可以把鬼域理解为一个一次元空间 这里是鬼的世界 是鬼的地盘 这一串话直接震得众人头皮发麻 吴大海很是害怕抓着王少的胳膊 问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从这该死的鬼域中逃出去 要不然所有人都会被鬼杀死 这时方休听见身后有喷喷声 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回头望去就见是鬼意 小伙看着同事被鬼抓走 而他却无动于衷 难道他是被吓傻了还是有其他的相同 王子腾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方休接将其打断 鬼出现了 众人惊慌地朝四周查看 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一位被吓得不轻的同事朝方休说道 这时候你胡说什么 哪里有鬼 方休一脸平静地看着众人 俊朗白皙的面容在黑暗中显得越发精致 再配上那没有丝毫情绪的神情 竟给人一种活体人偶的鬼意 方休开口 王小丽不见了 胡说 王小丽明明就在我身边 王小丽你这个声 一位同事紧张呼唤 结果 王小丽并没有回忆 这一下人群炸锅了 王小丽真的消失了 难道真是鬼出现了 王子腾突然发问 方休 你看见鬼长什么样子 方休平静回复 黑暗中视线受阻 没看到鬼 只看到王小丽消失 在场的众人也不是傻子 混迹直逞多年 谁还没有一点察言观色的表示 是个人都看出 方休镇定的有所不正 王子腾突然一脸 无疑问到方休 你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难道你是御灵师 方休却反问什么是御灵师 王子腾眼中的疑惑之色更明 他到底是什么身子 王子腾连忙解释 御灵师就是驾驭自身灵性灵 具体的我也不太 我表哥就是一名御灵师 目前最好的破局方法 就是有人能成为御灵师 方休突然说到这么说 御灵师是在鬼狱中炼成的 要怎么做 王子腾有些诧异 看着方休现在还能保持 如此敏锐的判断 想到或许他能成为 我们逃离鬼狱的关键 我表哥说过 想要成为御灵师 唯有借助鬼的力量 需要同时满足两个逃脚 一是经历生死之间的大恐怖 唯有经历过生死的洗礼 二就是与鬼接触 通过与鬼接触 让鬼的力量入侵心灵 但要注意 鬼的力量就是带水的抹布 在他去灰尘之时 会让夜明珠不可避免地染上血 这让方休首先想到的死亡回刻 难道这就是自己的能力 此人知道待在原地会被鬼捷抓走 所以不想坐以待毙 脱离集体寻找活下去的希望 这时方休忽然想到 其实自己并没有满足全部条件 因为穿越过来后的死亡回岛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和鬼捷接触 想到老婆 满大街和精神病院里的鬼捷 只要不给予回应他们 都只是另一个次元的虚幻 那根本不算是接触 而当下隐藏在暗中的鬼 却是从虚幻闯入了现实 就算不需要被看见影杀人 所以只要多与这些的鬼接触 我便能拥有消灭他们的能力 此刻方休却难得地感受到了一丝快 不然 方休眼角余光波动发现又有人消失 连忙提醒众人 众人一阵慌万查看 不多时有人惊呼 假量不见了 几位与他关系不错的同事连忙呼喊 王子腾怒吼一声 别叫了 你这么想把鬼招来吗 连续有人消失 让他仅存的理智快要消散 就见李飞飞泪眼婆娑地抓着王子腾的衣袖 王少 怎么办呢 我不想消失 搞得王子腾一阵烦在 这时方休突然说了一句两到三分钟 搞得众人有些忙 人群中有人问到什么两到三分钟 方休平静解释 人消失的间隔是两到三分钟 准确地说 应该是女人两分钟 男人三分钟 刚刚保安诏书消失了三分钟之后 王小丽消失了 而王小丽消失两分钟之后 假量消失了 如果推断没错的话 这只鬼的杀人规律是每两到三分钟杀意的 宋人瞬间大惊 就见方休一声不吭转身朝黑暗中走去 他的好基友赵无第一时间大喊 修哥你干什么去 你不要命了 方休回到当然是去寻找出路 难不成留在这里坐以待避 这时王子腾突然怒吓 方休 你特么给老子站住 老子刚才不是说了吗 任何人不能随意行动 你知不知道万一因为你一个人触犯了诡异的境界 你们所有人都可能跟着陪葬 方休没有理会他直直地朝着黑暗走去 这时人群中有人说的 他说的要是准确的话 这还剩八个人 按照每两三分钟消失一人的规律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 所有人都会死 倒不如搏一搏 王子腾脸色有些难看 方休说道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你怎么知道鬼 话还没有说完就见方休站定 木然回过头来 一张白皙写面无表情的人脸映入众人眼帘 宛若一具苍白尸体 看不出任何生气 王子腾被这张脸盯着 瞬间呼吸一致 这时 不含任何情绪波动的话语 从方休口中发出 再多说一个字 我会在鬼之前嘎嘞 方休想要脱离集体谋求生路 却遭到王子腾的指责辱骂 只见方休回过头 给了王子腾一个眼神 背着眼神盯着的王子腾 瞬间呼吸一致 方休在黑暗的走廊中穿行 他身后是紧跟的照好 两人打着手电筒不断前行 走了许久仍未走出这条走廊 赵无不断颤抖了身子 蜷缩在方休身后 休 休哥 这不对劲啊 怎么还没到楼梯口啊 方休停下脚步 比了一个安静的手势 紧紧盯着走廊深处 只见走廊的尽头处 突然出现一抹忧虑的光亮 就像黑暗中安全出口 只是开锁散发的光芒 阴森 圣人 方休眉头一皱 这光芒和青山精神病院中的 灯光一模一样 难道 快速向前走了一段距离 他的瞳孔骤然收索 这是青山精神病院 赵无害怕的声音 从方休背后响起 休 休 休哥 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这是哪呀 咱们不是应该在公司吗 这里怎么好像恐怖片里的医院 方休探出手掌 朝四周的墙壁摸去 反馈而来的是冰冷粗糙的处理 果然 自己到了精神病院之中 这次的精神病院 不再是虚化而是实体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滚浴 两人继续向前走着 很快便在走廊不远处 发现一大堪血迹 四周的墙壁也被溅上不少 血迹之上还有些残存的碎肉骨渣 以及被撕碎的寿楼处工作服和保安服 看着眼前熟悉的衣物 方休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之前去查看 店员的同事以及保安 地旁的赵五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休哥 他们都被鬼给吃了 方休没有理会 而是仔细地观察那些被切碎的衣服 衣服切割处十分平整 很显然是某种利刃造成的 他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 那位女医师的身影 这时 方休身后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 就见一位身穿白大褂 披头散 四只宛弱蜘蛛一般心肠 双眼只有眼白的女医师 正道调在走廊天花板上 当方休来到诡异的作案现场 蹲下查看被撕烂的衣服时 突然身后传来密集的脚步声 两人回身看去 只见王子腾一行人 从黑暗的走廊中走出 这时有人说到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不应该是寿楼处吗 怎么像是医院 王子腾等人发出阵阵惊呼天啊 满眼的恐慌 以及不可置信之色 心里吴大海颤抖着问到方休赵五 你们两个掀出来的有什么发现吗 看见小赵和小脸吗 突然李飞飞止不住的尖叫 血 好多血 王子腾等人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痛苦收缩 这时 小赵和小李的衣服 王子腾的脸色越发难看 冷汗直流 似乎想到某种恐怖的景象 他们被吃了此话一出 众人炸开了 王少 快 我们快离开这里 我想回家 李飞飞直接被吓哭了 拽着王子腾的胳膊不断哀求 王子腾呼得惊醒 对对对 赶紧走 方休你来带路 就见方休没有回答 而是看了一眼手机 沉默片刻到时间到 李飞飞下意识发问 什么时间到了 唯有王子腾反应了过来 瞬间脸色大变 急忙抬起左手 看向手腕上价值不断的手臂 这时 众人身后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 那声音十分清脆 宛若关节转动一板 当众人回过头去 只见一位身穿白大褂 踢头散发 四只宛若蜘蛛一般心脏 双眼只有眼白的女一是正道掉在走廊天花板上 因为她是如蜘蛛般倒掉在天花板上 所以她的脸是与众人相反方向 但伴随着头颅的转动 在扭转180度之后 她的脸成功与众人保持在了同一方向 下一秒 她的四只疯狂摆动 针就如同人形蜘蛛一般 朝着众人爬来 李飞飞的一声尖叫如同抢跑信号一般 众人犹如疯了事 玩命狂奔 一些身体素质比较弱的人 有的直接被推倒在地 比如李飞飞 她此刻拽着王子鹏的衣服寻求宝贝 但危机来临之际 王子鹏第一个将她甩倒在地 王子鹏的反应速度很快 也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正如方修推测的那般 杀人的果然是之前精神病院里见到的李医师 王少 不要丢下我 李飞飞那张颇具滋涩的脸早已因恐惧而扭曲 脸上的妆也被泪水打化 李飞飞向方修与赵无发出求救 救救我 我不想 李飞飞的话还未说完 一道银亮的刀光闪过 小伙不知哪来的勇气 竟然敢摸女鬼的大头 更震惊的是女鬼还很享受的样子 救救救我 李飞飞的话还未说完 一道银亮的刀光闪过 有部分血液甚至见到了赵无的身上 原本好不容易惊魂已定的赵无 此时再度吓傻 飞 飞飞就这么死了 杀死李飞飞的女医师并未停止 而是继续挥舞手术刀开始分解尸体 方修看着手持手术刀 精准地分解手法 想到女医师生前肯定在精神病院中 做过不少手术 方修和赵无两人就在一旁 他却根本看都不看一眼 分解完之后 女医师舔了舔刀上血液 然后把手术刀放到胸口处 恶苦忽视一般 开始进食 看到这一幕 方修心中已然有猜测 诗人恐怕就是变成诡异之后的本 了解了杀人规律之后 方修走向女医师 在他身边站顶 握紧拳头 对着女医师狠狠打去 沉闷的碰撞声响起 方修很是震惊 看了看自己受伤的拳头 感觉这一拳仿佛打在了钢铁之上 也是这一拳让他认清了 自己与女医师之间的差距 貌似目前遇到的所有诡异 都具备人类完全难以抵抗的杀伤力 人类在诡异面前弱小的犹如蚂蚁 也许 只有成为御灵师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这时 方修身后响起一道颤抖的声音 修 修哥 我们快跑吧 方修并没有跑 平静地站在原地说道 这只诡异每次只吃一人 也就是说在他进食的时候 就是最安全的时候 赵浩却傻了眼 可是我看他就快吃完了呀 方修赶忙解释 李飞飞的身材很好 他不是那种骨感美女 虽然看上去腿很细 但该有肉的地方很超规模 所以按照他的肉量 最少也能支持三分钟 甚至四分钟也说不定 不急 原本精神紧绷到极点的赵五 在听到肉量两个字之后 居然呕得一声吐了 之前王子鹏说过 成为御灵师需要让诡异的力量 侵染自己的心灵 而整个诡异之中 力量最浓的地方 自然是诡异的身边 想来有肢体接触 肯定会被侵染的快眼 说完 方修便不再理会赵浩 而是伸出手去抚摸女 一是两米多长 犹如蜘蛛般弯折的腿 大多数人见了我 吓得跑还来不及呢 而他倒是好 叫着好兄弟一起来摸女鬼的大腿 摸着的同事还问兄弟手感如何 方修蹲下身 开始抚摸女鬼大腿 他一直觉得自己就够好 天天看小电影 还自己动手风衣足时 但没想到修哥这么正经的人 居然比自己还厉害 连鬼的便宜也敢占 不过结合刚才说的那些话 很快赵浩便明白这么做的牧民 种种复杂的念头让赵浩心一横 一咬牙 静也朝女医师走去 方修见他过来 当即手往后滑 给赵浩腾出地府 赵浩看着眼前又白又细又长的大肠腿 看抖的伸出手 犹如要去伸手抓毒蛇一般 马德 听了 当赵浩把手放上去的那一刻 浑身犹如触电一般 撕 跑兵 但手还在不听话地胡乱摸着 两人摸了一会儿 但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 这时 赵浩突然出声 想不到我生平第一次摸你的大肠 居然摸的还是一只鬼 不过有一说一 这大长腿是真的长 嘿嘿 简直比我的命都长 方修诧异地看了赵浩一眼 倒不是因为他的冷笑话 而是觉得赵浩有几分潜力 方修掏出手机 看着时间已经过去一分钟 提醒赵浩再摸三十秒立刻 预留出足够的逃跑时间 赵浩点了点头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三十秒的时间转眼即逝 走 方修毫不犹豫立刻转身逃跑 赵浩则是警觉气 方修既然敢如此拖大 自然是心中早有把握 他之前毕竟进入过青山精神病院 虽然没有将其全部逛递 但大体方位以及一些路下是记得 所以他有自信利用地形优势 拉开与女医师的距离 然而 正当两人跑到走廊镜头的拐角处时 意外发生了 方修发现自己眼前突然降下几缕黑色发丝 他抬头看去 正好对上女医师那双方白的眸 这怎么可能 方修心中一惊 难道是自己误判了杀人规律 明明至少还有两分钟的逃跑时间 女医师为什么如此快地追 他瞬间回头看向李飞飞躺的地方 然后直接通通搜索 只见李飞飞的尸体已经被啃食殆尽 变成一片血泊 而那血泊之上 赫然残存着几大火灰窖 方修炸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失误在这一点上 也怪他没怎么接触过女 曾天真的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真的 下一秒 一道荧光闪过 方修的视线开始上衣 其头颅高高抛起重重落下 两人吃完女鬼的豆腐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怎么可能 女鬼衣还意犹未尽 怎么能放他们走 就在拐角处 方修与女鬼来了的脸贴脸 下一秒 一道荧光闪过 方修的头身分离 在空中旋转的360度 才重重落下 冰冷 滑腻的触感自手掌传来 方修赫然发现 自己竟然没有回到老婆身边 而是在女医师的身边摸大力 一旁的赵浩才走过来刚开始摸 方修连忙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发现自己居然死亡回荡到了刚摸大力的时候 一个念头涌上心头 难道死亡回荡是以事件为单位 就像玩游戏存档一样 第一关是出租屋附近 而第二个关卡就是青山精神病院 因为第一关已经通过 所以存档时间自动来到第二关 方修来不及细想 上次死于硅胶 所以这次他不会再犯同样错 提醒才摸一会的赵浩 赵浩却有些意犹未尽 这可是我第一次 没等赵浩说完 方修转身就走 提醒赵浩他的前后 都是硅胶的 所以肉量不足以支撑太长时间 赵浩先是一愣 随即大惊硅胶的 怪不得那么大 两人没走两步 一处楼梯出现在两人眼前 方修说了一声 下楼 两人便开始狂奔下楼 没多时 两人的前方响起了密集的脚步声 随后传来人的尖叫 喂 鬼追上来了 方修认出了这个声音 是自己的同事 方修加快脚步 直接从楼梯上蹦了下去 待靠近之后一看 果然是王子腾一行 王子腾一行人 自然也看清楚了方修 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很显然他们还以为是鬼追了什么 一位同事传着粗气说道 是方修和赵浩 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鬼追上来 赵浩看着众人有些诧异 你们怎么跑得这么慢 这还慢 我们至少下了二十层楼了 倒是你们 怎么跑得这么高 赵浩有点摸不着头脑 二十层 这不可能 我和修哥才仅仅下了三层楼梯 就遇到了你 这事王子腾却反应了过来 神情惊慌 鬼打墙 一定是鬼打墙 我表哥说过 鬼的力量会让人产生幻觉 有可能造成鬼打墙 遭遇鬼打墙的人 会一直在原地打转 永远也无法逃脱 王子腾的话 如同火上焦油一般 一时间让众人更加惊慌失措 方修看着慌乱的众人 不禁若有所思 鬼打墙 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鬼打墙 当遇见的时候 你们是原地待你 任天由命 还是和我们男主一样 准备疯狂一次 方修看着王子腾 还在这火上焦油 甚是无语 连忙从裤兜里掏出之前 剩下的钢笨扔在了地上 还不忘提醒众人 你们谁身上有多余的物品 扔到地上做一个标记 王子腾也反应过来 赶忙招呼众人 赶紧把东西掏出来 扔在地上 其余几人也在身上包里翻着了 纷纷掏出一些纸币香烟 扔到了地上 做好标记之后 方修招呼众人 再度开始狂奔下楼 带下了半层楼之后 方修突然停下脚步 赵浩很纳闷 上前问道怎么停下 众人便发现楼梯上 摆放着自己刚刚丢弃的物品 瞬间众人炸了锅 完了完了 真是鬼打墙 这可怎么办了 一会鬼追上来 我们就死定了 方修上前捡起套套 心中思索着什么 王子腾面色阴沉 大吼一声 都别吵了 我表哥说过 普通人根本走不出鬼打墙 想要破局 唯有依靠灵性才能看过 赶紧都特么检查检查 有没有人要点亮灵性 众人听到这些话满脸问好 就见王子腾双手合适开始祈祷 希望自己点亮灵性 他不知道之前被鬼追杀算不算历经生死 但是到如今也只有祈祷 众人也照着王子腾的动作开始祈祷 方修并没有理会众人的动作 而是顺着右边的墙壁开始摸索 他从不指望别人点亮灵性成为御灵师 因为在这些人中 最有可能成为御灵师的绝对是自己 所以与其祈祷 倒不如搜寻线索 毕竟所有人都站在原地 仅有方修一人脱离组织单独行动 很难不引起注意 王子腾看着方修的举动若有所思 时到现在 他也看出了方修有些不易本 太平静了 从始至终脸上都没有表现出丝毫慌乱 当遇见鬼打人 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一条路 你们是一股脑地冲过去 还是谨慎行走过去 王子腾看着方修太平静了 从始至终脸上都没有表现出丝毫慌乱 甚至见到鬼时也是如此 王子腾不由回想起之前的画面 当时女医师出现 自己第一个反应过来逃跑 可是方修当时在干什么 方修并没有跑 而是贴墙站好 防止被挤到 明明位置最靠前 但却不选择第一时间逃跑 且最后只剩下方修赵无 以及李飞飞三人 现在李飞飞不见了 肯定是死了 可方修赵无两人和女鬼 在那条走廊中待了至少一分钟 他们俩在干什么 为什么鬼没有杀死他们 难不成再占女鬼便宜不成 王子腾排除了这个荒诞的念头 虽然不清楚这两人那一分钟做了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鬼每次只杀一人 男的三分钟 女的二分钟 这段时间是绝对安全的 即使待在鬼的身边也没事 方修两人活着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时 方修已然走下了楼梯 和众人拉开了距离 在方修的触感中 他一直摸的都是坚实粗糙的墙壁 可当他走到第十五个台阶之后 手上的触感变了 变得光滑 且越发冰冷 好似摸到了钢铁 方修陡然睁开双眸 看着眼前原本光秃秃的墙壁 突然出现一扇铁门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将手贴了上去 企图寻找门把守 王子腾眼见方修找到了门 心里不由大惊 很快来到方修身边 脸上露出狂喜大喊是门 我们有救了 可是他光见有门 但不知道门该怎么打开 这时方修凭着记忆摸到了门把手 只听啪嗒一声 也被打开了 露出了一条昏暗的长廊 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请不要第一个冲出去 一句话说得好 枪打出头鸟 说不定你就是那个炮灰 当方修打开门 刚要走进去那一刻 王子腾疯了一般 撞开方修第一个冲了进去 方修并没有说什么 其余众人见到出口 也是疯了式地往里跑 一行人开始在长廊中奔逃 明明是第二个进入的方修 却落在了倒数第二的位置 赵浩见方修走这么慢 很是诧异 不是他跑不慢 而是没必要 面对女医师 根本无需跑得比他快 只需要跑得比 最后一个人快就可以 而且这样还方便 在女医师用餐时 多摸几下大腿 争取早点点亮灵性 并且 有时候跑在最前面 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方修清楚地知道 这座精神病院中 可不止女医师一只诡异 虽然大部分都被关在病房中 但别忘了 有病房的门可是开着 跑着跑着 一马当先的王子腾 却停了下来 紧跟着其余人 也陆续停止 因为他们的面前 出现了一左一右两条岔路 两条岔路都十分优深 能见度不足一米 谁也看不清 这两条路背后的情况 所以目前没人敢走 这要是万一选中死路 一会岂不是被女医师 瓮中捉鞭 这时 众人不由地把目光 集中在队伍最后 刚刚跑来的方修身上 只是可惜 方修也不清楚 应该选择哪一条 王子腾连忙问道 方修 应该走哪一条路 看着众人期待的眼神 方修不由觉得好笑 逃跑的时候 恨不得将自己的背开 但遇到困难 却又想起了自己 这不是妥妥的工具人吗 因为方修之前 找到了鬼打墙的生路 他们自然也认为 方修可能找到现在的生路 想到目前 女医师对上自己这些人 就是无敌的 方修斜眼看向后面的众人 心里却想的是 你们对我来说也是工具人 方修并没有说话 没有丝毫例外 所有人也选择朝右边跑去 他知道此事绝不能耽误时间 目前所有的时间 都是用人命换来的 这个人刚死里逃生 又开始打起了女鬼的主意 却没想到小弟 也想来奋一杯羹 而正在这时 后面响起咔嚓咔嚓的 关节转动声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犹如蜘蛛一般的女医师 已经倒挂在天花板上 惨白的双眸直勾勾地盯着众人 其身上的白大挂 在昏暗的走廊中十分醒目 人群一下子沸腾 完了命地往前跑 但人的速度根本无法 和女医师的速度相提并论 两条腿也跑过四条腿 只见女医师那鬼魅般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众人头顶的天花板上 长长的黑色发丝垂落 席向队伍中的最后一人 最后一人正是经理吴大海 所有人中他年龄最大 红石也是最胖 中年发福 体能自然不行 但吴大海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的 慌忙逃窜中一把拽住前面的一人 狠狠往后一拉 自己借力朝前跑去 而被他拉中的那人一个跟腔 摔倒在地 自然也就成了最后一名 一道荧光闪过 被吴大海拉中的最后一人 直接人手分离 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及发出 方修见到这一幕 想到失去人性的人 与诡异又有何区别 当即停下逃跑 朝着女诡异走了过去 这时赵浩发现队伍里 没有方修的身影 赶忙回头呼喊 就见方修已经来到女诡身边 蹲下身摸起了大头 方修没摸多久 赵浩已经色咪咪地凑到方修身旁 方修看着赵浩这个样子 想到指不定他真的可以点亮灵性 和我一起合力逃离这栋精神病院 不是自己惹的祸 这锅却强行甩给你 你是忍气吞声呢 还是直接甩他脸上呢 两人又摸了一回大腿 这才继续往前跑 丝毫不担心掉队 年轻力壮的他们 加上经常锻炼 正是人一生中最巅峰的状态 方修不知道如何快速点亮灵性 所以只能做这些 不知道有没有意义的尝试 众人足足跑了一分钟 这才跑到尽头 尽头处扩然开朗 餐厅很大 里面摆满老旧的桌椅 边角处还有灶台 以及几口大黑锅 王子腾见状大喜 餐厅里一般都会有连通外界的桌 众人一听顿时激动 全然无视餐厅的环境 四处扫视 一眼就见到了餐厅最左侧的门 然后朝门跑去 王子腾自到愤勇要打开那扇门 打开就见这是一处狭小的房间 里面堆满了扫帚 托布破旧桌椅之类的杂物 其余几人一脸绝望 王子腾失态破口大骂 方休平静地想到 看来下次应该选择左侧的路 他丝毫不慌 毕竟这对于他来说 仅仅是一次试错吧 他想了想 决定回荡重来 去选择左侧的道路 虽然可以选择让一个人去送死 帮助其他人逃脱 但方休觉得意义不大 正当方休准备走出门口 去找女医师死亡回荡之时 王子腾愤怒的质问声传来 方休的嘴角有些抑制不住的勾起 他现在很少会笑 除非在面对诡异极度兴奋的时候 但不知为何 此时此刻面对王子腾等人 他却想笑 这小伙遭到同事的背叛 被赶出房间 会到最后弄得头身分离 赵浩站了出来极力反驳 当初问路是你们问的 现在选错了路又来怪他 你们那么有本事 怎么不自己选 吴大海不愧是当经理的人 一番话直接将不善言辞的赵浩 对得说不出话来 王子腾大喝一声 连忙制止两人 现在当务之急 是想想如何活下去 据观察 这只诡异每次只攻击一个人 而攻击完之后 会有两到三分钟的安全期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们选出一个人 让他去引开诡异 然后大家逃跑 王子腾这话一出 场中的气氛瞬间诡异起来 傻子都听得出来 这根本不是引开 这是去送死用自己的命 换大家的命 就在这气氛诡异之时 王子腾做出了出乎意料的举动 他竟然朝着方休跑过去 竟然猛地推向方休 口中还高声呼喊 要不是方休 大家也不会陷入绝境 所以必须是方休赎罪 你们快来帮忙 赵浩猛地怒吼一声 朝王子腾冲了过去 余下的几人面面相去 他们虽然不想自己死 但真要靠害死别人活下去 还真的于心不忍也没有打量 此时王子腾已经被赵浩勒住 连忙呼喊吴大海 接收到信号的吴大海立刻响应 毕竟平日里 他一直以王子腾马首是战 吴大海直接用他肥胖的身躯 王子腾将方休推出门外 狠狠地关上了杂物间的门 透过门上的小窗户 方休可以清楚地看到 每一个人的神情 平静地注视着众人 让王子腾瞬间感觉毛补耸 方休的声音透过破旧的木门 多谢你们让我对这世界 又增添了几根兴致 下一次 我会好好报答你 正在这时 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 女医师出现了 下一秒 一道荧光闪过 方休的头颅与身体分离 都说做了坏事一定会受到暴露 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却没想到此人的报应来得这么快 看着方休已经被女鬼一嘎了 屋内王子腾大吼一声 猛地推开门朝外狂奔 而赵浩舍不得方休 准备带着他离开 逃跑时 王子腾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方休倒下的女 而下一秒却被惊吓住 只见那颗人头的脸上 依旧挂着微笑 一双平静的毛子 静静地看着自己 王子腾只感觉 自己的心脏差点骤停 头也不回地逃离现场 冰冷 滑溺的触感从方休手掌传来 修长 苍白的大腿映入眼前 方休喃喃自语 下一刻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微笑 刚刚死亡回荡的方休 并未做出任何不一样的举动 他如同电视剧重演一般 完整复刻了上次回荡所做的事情 没多时 方休一如之前 从楼梯上一跃而下 蹦到了下一层 成功地见到了王子腾等人 一如之前的对话展开 王子腾开始介绍鬼打墙 然而他的话还未说完 只听喷的一声 门开了 王子腾愣住了 其他人也愣住 说好的鬼打墙呢 怎么突然就找到出口了 很快一行人 再次来到了岔路口 停住了脚步 王子腾面色有些复杂 就问方休 是不是点亮灵性 面对众人期待且复杂的目光 方休并没有立刻回来 而是拿出了手机 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 随后说到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鬼就会出现 王子腾看着方休能说出诡异准 却出现时间 认为他已经成为御灵师了 马上开出五百万 让方休带他离开 方休回头露出一丝冷笑 不急 在离开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要不 王子腾很是好奇 有什么事能比逃命要紧 然而下一秒 方休一脚踢在了王子腾裤裤处 只听见暂色的声音传来 一道极其淒厉的惨叫声响彻全场 王子腾倒在地上攻城虾米状 方休哈哈大笑 五百万留着治你的蛋吧 此人为什么接二连三地伤害身边的人 难道他是有什么癖好 还是另有隐情 此时的王子腾面目猙獰 脸色胀红 全身止不住地颤抖 一道又一道淒厉的惨叫 从他口中发出 王子腾痛得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狗腿子的吴大海 则是反应了过来 怒气冲冲地朝着方休质问 其余几位同事也是纷纷复合 方休平静解释道 这只诡异的速度远超人类 所以一分钟时间一到 就必然会有人死 现在王子腾失去行动能力 那死的就是他 所以我这是在救你们 众人全都愣住 他们怕是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这就是方休打人的理由 方休说完 根本不给众人反应时间 便再度出酒 下一秒 另外一道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这次倒地的正是吴大海 吴大海的姿势与王子腾如出一折 武当倒地哀嚎 惨叫声不绝于耳 只是他的承受能力明显不如王子腾 惨叫两声竟然昏厥过去 众人这次彻底炸裂 因为方休竟然无缘无故 两次突然出酒 重伤王子腾和吴大海 照耗下意识地与方休拉开几步距离 守不自觉的武当 一位同事怒气冲冲地质问方休 攻击王子腾是为了救人 那攻击吴大海又是为止 方休面对众人的质问脸色不变 依旧平静 随口说了句 留一个被誉 众人看着方休平静的面 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只因方休的形势太为狠大 也太出人意料 震撼到了他们 上一人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留一个被誉 这种异于常人的形势方式 算是彻底颠覆了众人的三观 不过方休没有再度出手 指着右边说道是死路 想活命的可以走左边 几人狐疑地看着方休 显然已经不信任他 一人发问 既然生路是左边 那你为什么不走 方休的回答却是我在等着摸大腿 听着这话众人有些猛 这时有道身影 快速在众人面前跑过去 跑不去的正是赵浩 他听方休说又有摸大腿的机会 瞬间提起了兴趣 相信很多人都尝过血液的味道 你们当时的心情是害怕还是兴奋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看到我们的男主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时 关节转动的声音响起 只见女医师从天花板袭来 咔嚓咔嚓的声音 正是她四肢爬行所发出 两人惊慌大叫一声 有头就要跑 可又怕方休是在骗自己 一时间竟犹豫起来 只是稍稍跑进左边的走廊 但却不敢深入 两人在走廊拐角处悄悄探出头 他们也很好奇 方休会怎么样处理将要发生的事 就见方休 不仅没跑 反而站在原地等待你医师馆 这时王子腾祈求方休救救他 话刚说完就感觉当下湿漉漉 伸出手的那一刻 就见手上全是血 王子腾眼中交杂着仇恨与愤怒 伸出手 似乎拼了命 也要抓住方休的裤脚 让其陪葬 方休一脚踩下 将王子腾的手掌 死死踩在脚下 剧烈的疼痛 让王子腾彻底陷入疯狂 怒火焚烧得 他几乎丧失所有的理智 方休缓缓蹲下身 腿下的阴影将他的脸床复改 他的表情变了 变得格外平静 甚至还夹杂着一丝丝兴奋 方休露出森白的牙齿 问道王子腾喜欢我 王子腾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女诡异却不给机会 手已经伸了过来 抱住了他的头 随着女诡异手上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双眸之中充斥着惊鸿 以及刻骨仇 死不瞑目 王子腾的热血 撒在他的脸上 伴随着那股温热 方休下意识伸出舌头舔下 这就是复仇的滋味吗 真是令人兴奋 方休这才能感觉到 自己心脏的跳 身体不自觉地颤抖 这是他第一次品尝复仇的果实 也不知这是兴奋还是害怕 他不禁开始唤醒 有朝一日老婆死在自己手里 那又该是何等美妙的光景 这两人趁着女鬼在啃食东西 又摸起了他那修长的大腿 难道摸女鬼的大腿 是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 很快 方休的神情缓缓恢复平静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随后 走到女医师的身边 开始摸大腿 不远处的几人 已经彻底下闪了 哪怕亲眼所见 他们仍不敢相信 原来方休所说的摸大腿 是真的摸鬼大腿 这时方休回过头来 看向赵浩 想到赵浩之前 在杂物间内的所作所为 他一直都记得 虽然心中不存在 名为感动的情绪 但是方休 还是希望能多帮帮赵浩 想到这方休立马转身 邀请赵浩一起来摸大腿 众人见了方休这个样子 就像见了鬼似的被吓跑 只因方休现在的模样 实在太过害人 只有赵浩面对方休的邀请 有些犹豫 方休这时也明白过来 现在的样子的确可怕 如果他不愿意 也不强求 这时赵浩突然说到 我家境苦痛 长相习思 在寿楼处一直是边缘人物 只有修哥愿意同我来往 只有你真正把我当朋友 听到这些话的方休 似乎想到了些什么 愣了片刻 只见赵浩最终 还是选择了相信方休 慢慢走向他 就在这时赵浩脚下碰到东西 低下头就见是王子腾的头颅 吓得他连忙道歉 为了掩饰尴尬 赵浩岔看话题 你的样子太吓人了 脸上这血剑的像杀了头猪式 不久赵浩蹲下身 与方休摸起了女鬼的大腿 在摸大腿的同时 赵浩最终还是问了方休 你为什么要突然出手 攻击王子腾和吴大海 方休给的解释确实 这只诡异的速度远非人类可比 所以想要活命 唯有靠人命去换取时间 总要有人牺牲 以王子腾和吴大海的身份地位 你觉得真要选择的时候 会选谁 是与王子腾吴大海有矛盾的我 还是一直不受待见的 听了方休的解释赵浩才明白了过来 在王子腾的眼中 他两人就是下一个被抛弃 赵浩的脸色有些不自然的苍蓝 他刚要开口 却被方休打乱 问到你感受到一丝丝凉气 在侵入身体吗 赵浩一愣 随即摇了摇头 方休心中一动 仔细感知 那不是错觉 只见有一股诡异的凉气 从女医师大腿传导进自己的手掌 然后顺着手掌流遍全身 真的是不容易 此人经历了多次的死亡复活 终于要解锁新的技能了 就在方休摸女医师大腿同时 一股诡异的凉气 从女医师大腿传导进他的手掌 然后顺着手掌流遍全身 方休仔细感知 这难道就是诡异力量的侵染 为什么之前摸大腿没有感觉 难道因为现在即将达到某种灵界点 所以感觉突然强烈 如果所料不差 这很有可能是点亮灵性的前兆 方休不再多想 转头就见赵浩还在乱摸着女医师的大腿 两人又摸了一会 赵浩提醒方休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该走吧 不急 还有吴大海呢 我感觉马上就要点亮灵性了 赵浩瞬间惊醒 太好了我们有救了 不过 点亮灵性到底什么感觉 我怎么什么都感觉不到 方休解释 你虽然长时间接触了诡异 尚未真正的历经生死 心态上不达标 所以感觉不到 赵浩预言又止 他很想问咱俩一直在一块 那你又是什么时候经历生死 方休说完 随即拉着赵浩退后 待女医师将吴大海置紧之后 这才继续摸大头 以他的肉量支撑五分钟不是问题 方休决定再摸两分钟 预留出三分钟的逃跑时间 如果两分钟之后还未点亮灵性 那也不能继续 就见方休闭上了眼睛 手掌无规律地抚摸 认真的感受 在他的感知中 越来越多的凉气在身体里汇聚 但进入身体之后 这些凉气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让方休有些好奇 诡异的气息进入到体内又去了哪里 难道是心灵 他不由地沉浸意识 让意识随着那些凉气流动 流向一处固执之地 在这里 方休感知到一颗灰蒙蒙的心脏 他正在缓缓跳动 他很是惊讶 心灵就是心脏 不久方休反映过来 心灵不可能是心脏 心灵无定型 也就是说我能控制我心灵的形状 念动之间 这颗灰蒙蒙的心脏缓缓变成了一把剑 很显然 方休的猜测是对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凉气钻入 心脏跳动的越发剧烈 引引发出淡淡的光泽 但皆被外表的灰尘挡下 下一刻 所有的诡异气息朝那露出的一角汇聚 汇聚成一道烟红如血的血光 随后顺着心灵一角入侵 不久方休察觉到自己的体内 多了一颗泛着血光的珠子 是什么样的能力 让他抑制地大笑 又是什么样的痛苦 让他想起自己亲爱的老婆 也就在这一刻 方休感觉自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人在一瞬间仿佛被红光洗涤 他的触觉 嗅觉 听觉 味觉一切感知都发生了变化 甚至思维 神经反应速度 对身体的掌控力都得到了增强 能够随时爆发出肌肉蕴含的力量 如果说以前看世界都仿佛隔着一层沙 那么现在沙不见了 最真实的世界全部裸露在眼前 渐渐方休睁开了双眼 黑白分明的双眸中有抹黑光影线 这就是灵性吗 此时的他对于灵性有了更深的感 所谓的灵性 就是心灵本身的力量 被诡异的力量有去之后的差 根据方休的估算 他也就是仅仅点亮了1%的灵性 并为全部点亮 还需要有足够多的诡异力量融合 才能发挥出更强大的心灵力量 欲灵尸的能力 就是心灵力量的表现形式 这就是所谓的心灵血照之力 方休不由心中疑问 那么我的能力是什么 又或者说 我内心最渴望的是又什么 带着这种疑问 方休开始调动自己那漆黑无比的灵性 下一秒 他开始感觉到浑身疼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能力是痛的 这时方休想到 我的攻击可以让被攻击者疼感知到疼痛 岂不是说 直到这一刻 方休才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方休突然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 以至于一旁的赵浩多被吓了一跳 方休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大笑 只因他实在太满意了 哪怕是控制时间空间的能力 都不如这个能力来得让他满意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被诡异杀了太多次 如今这些痛苦都化作了能力 可以回报给诡异 让诡异感同身受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 相信大家都知道 受到男性成年人的权利一击会很疼 但是这人受到了攻击却感觉不到疼 难道他是铁打的 此时的方休还在兴奋中无法自拔 这时赵浩提醒方休两分钟了 等方休的神情恢复平静 就让赵浩离他远点 他准备实验一下灵性的力量 赵浩大喜 随后很识趣地向后移动了一段距离 嘴里还说你真的成为王主彭所说的御灵师了 方休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还在进食的女医师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灵性附着起上 他这一拳下去 代表着他死亡21次所遭受的痛苦 这种程度 谁挡住 并且随着以后死亡次数的增多 痛苦会越来越多 意味着这是一个能够无限增强的能力 方休对着女医师的脑袋一拳轰出 哼 一声沉闷的响声响起 女医师顿时爆发出极其痛苦的嘶吼声 躯体纷然倒地 心肠的双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头颅 不断地颤抖 连带着手中的手术刀也掉在了地上 方休却皱起了眉头 这一拳下去并没有获得他想要的成功 看着女医师虽然痛苦 但明显没有自己当初痛苦 灵性传导时 明显受到了阻碍 还有就是这一拳过后 自己的灵性就枯减 女医师的头并无明显外伤 只受到了些许伤害 这导致痛苦无法全部传递进去 方休想到看来 下次要真正伤害到诡异才行 拳头的力量终究有限 最好借助武器 想到普通的武器是否能传导龙性 方休突然发现了 女医师刚刚掉落在地的手术刀 心里一喜 这不是有现成的武器吗 相信大家都知道 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是非常锋利的 但是这一次却连此人的皮肤都割不破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方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捡起了地上的手术刀 入手十分冰凉 宛若一块寒冰 紧紧入手的瞬间 他便感觉一道道无比狂暴的负面情绪 开始冲击自己的心灵 里面蕴含着无数人的怨气 愤怒 仇恨 寻常人怕事接触的瞬间 便会被这些负面情绪冲击成一个 只知道杀戮的怪物 渐渐地 方休的眼前出现无数破碎的画面 女医师曾经就是用的这把手术刀 在精神病院中的一位位诡异身上做实验 所以这把刀吸收了无数诡异的怨念 后来精神病院可能是发生了某种变故 而女医师则被手术刀上的怨念击溃了心灵 也变成了鬼 看着手中的手术刀方休明白了 其实真正的鬼医师这把手术刀 女医师不过是被其影响而已 方休这时想到 那我拥有了这把刀 是不是可以杀了女医师 说干就干 方休立马让还在沉冰里面的赵浩里面 赵浩还想多么贵 但见方休手里拿的手术刀 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只能停止手中的动作离开 一道亮银色的寒光闪破 狠狠地朝着女医师苍白的柏梗滑去 当清脆的金属焦鸣声响起 随即火花四箭 方休却愣在原地 这怎么可能 赵浩见此一幕也很惊讶 上前查看女医师的柏梗却毫发无伤 能够切割无数诡异的手术刀 怎么可能切割不了女医师 此时赵浩色心又起顺手摸了一把女医师的柏梗 顿时流起了哈喇子 方休还在纳闷这是怎么回事时 他灵光一闪瞬间反应了过来 是灵性 这把手术刀是需要灵性驱动的 自己现在灵性枯竭 所以导致手术刀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方休只能就此作罢 没有丝毫犹豫 叫着赵浩掉头就跑 此人吃完了女医师的豆腐 还顺便拿走了人家吃饭的家伙 你们说这个人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呢 看着手术刀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方休只能暂时放弃报仇 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拉着赵浩掉头就跑 他怕女医师一会缓过进来 不再吃吴大海的尸体 转头过来攻击自己 等方休赵浩两人逃跑之后 女医师也反应过来刚要追 就发现原本手中握着的手术刀不见了 愣在了原地 跑着跑着 方休出了走廊 来到了一处大厅 大厅十分空荡 这处大厅的四周有东南西北四扇门 没人知道背后连接着什么 赵浩问到方休该怎么走 这时方休凭着点亮灵性后的超强无可 很轻易地发现正躲在大厅中 一处大柱子后面的两名同事 躲在柱子后的两位同时听到人声 便立刻从柱子后走了出来 太好了 你们两个没事了 方休 你快带路吧 赵浩被吓了一跳 本来憋了一肚子火 被他两一下气全撒在这两人身上 方休没有在意两人 而是十分平静注视着四扇门说到很简单 一个一个是 听到这话的赵浩等人顿时一愣 同事开口说道 在这与时间赛跑的鬼域中 哪里有时间一个一个是 还想着劝告 就见方休已然朝着最西边的门走去 见方休这样 其他人也只好跟上 可就在这时 一道非人的嘶吼声响彻全场 紧接着 天花板竟开始颤抖 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奔跑 众人瞬间大惊失色 这怎么可能 王子腾和吴大海那可是两个人啊 怎么可能这么快 方休很快想到了 极有可能是自己攻击诡异导致 亦或者是抢夺了对方的手术刀 打破了泥师的杀人规律 方休低贺一声快走 随即推开最西边的门就往里跑 其他人跟随而入 不久前这人抢夺了女医师的东西 破坏了她的杀人规律 众人只能完命逃跑 最西边的门里竟是一处上楼的楼梯 于是众人开始完命上 其中速度最快的就是方休 他虽然灵性枯竭 但已经点亮灵性的加成还在 能够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走在最后面的两人 就听见砰的一声 女医师已经破门而入 嘴里发出沙哑的声音 还我 不过她的所有选择与之前一般无二 她是不可能放弃手术刀的 一把能切割无数诡异的手术刀 再配上痛苦的能力 绝配 哪怕为此会激怒女医师 破坏杀人规律也暂所不惜 拿上手术刀立刻叫上赵号逃跑 只不过这次她选择的是北边的门 此人误入鬼域为了躲避猛鬼的追杀 亲自测试了东 南 西 北个四扇门 无一例外全部死亡 最后看她如何利用自己的死亡 回荡能力逃出这里 方休又经历一遍之前的遭遇 不过她的所有选择与之前一般无二 只不过这次她选择的是北边的门逃跑 北边是电梯 而且还能启动 但电梯的启动速度太慢 在电梯即将关闭的时候 一只苍白的大手从中探出 方休 足 这次方休向着南门逃跑 南边是手术室 十分混乱 各种医疗器械被距离碾成碎片 到处都有暗沉的血迹 而且是死路 方休很快被叮咚在墙上 足 眼看只剩最后东边的门 方休想到如果这扇门再没有生路 那只能放弃到手的手术刀 方休想到虽然女医师速度远超自己 但自己完全可以利用多次死亡回答 来预测女医师的攻击轨迹 然而幸运的是 东边真的是生路 那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的一侧是公共厕所 见到厕所的那一刻 方休脑海中立刻回忆起之前走过精神病院的话 是因为她只在精神病院中见到过这一处厕路 当时她穿过厕所朝左边走去 便来到了安全通道 她拼尽全力朝安全通道跑去 然而紧紧跑到公共厕所处 便被女医师追上杀死 第九次死亡回答 大厅中 方休根本没有丝毫停留 直接带着众人进入东边的门 进入东边的门之后 飞人的嘶吼声响起 众人快被吓尿了 听了命地推扫奔跑 生怕自己成为最后一名 然而 女医师直接从他们的头顶跃步 直奔方休袭取 此时的方休头也不回地奔跑 赵浩瞬间大惊还想提醒方休 他的话还未说完 便直接愣住 因为下一刻 他见到了神夫奇迹的营 只见方休背后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天花板上女医师伸出大声 狠狠朝她的头颅抓去 方休犹如提前预知 微微侧头 那只苍白鬼手便显之又显 擦着头皮掠 女医师见这一击不中 很是震惊 立刻回手一掏 但方休身形一矮再度躲过了攻击 回过头来对着女医师说道 小老妹 我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 不要做无用的挣扎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鬼和人类比起来 鬼就是强大的存在 但不知为何这鬼居然对付不了 若不经风的人类 就在刚才一击不中的女医师 立刻回手一掏 带着呼啸的恶风 但方休身形一矮再度躲过 随后第三机 第四机 第五机 女医师的手几乎化作残影不断出击 但方休总能从容不破 且显知又显得躲 终于 女医师愤怒 她整具躯体竟然直接从天花板上扑了下 像极一头巨大的人形蜘蛛 然而就在她扑下来之前 方休一个跟腔 仿佛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事 身子猛的前倾 借着前倾的趋势 她的速度略微加快 但身形却十分不稳 仿佛下一秒就要摔倒一半 于是 她真的摔倒了 但即便摔倒了 她的速度依旧不停 一个驴打滚朝着通道滚去 她刚刚摔倒的地方被砸出一个深坑 扑了个空的女医师 越发愤怒朝着方休追去 赵日天三人都看傻 只感觉一阵眼花缭乱 甚至眼睛都没跟上 方休便轻松地躲过数次攻击 这就是御灵师吗 赵日天心中夹杂着佩服与渴望 谁不梦想操怀 通道处 方休终于见到了那块散发着 银绿光芒的安全通道指示牌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萤幕出现了 刚刚进入通道的女医师 在见到指示牌之后 竟然猛地爆发出一声淒厉的呲吼 那声音中夹杂着惊恐 害怕与颤抖 呲吼之后 女医师缓缓地往后吹 一溜烟的功夫就不见了 方休看着指示牌凝眉 女医师的攻击后 为了确认东门是否安全 直直朝着通道跑去 而女医师见攻击不到 这人越发愤怒 紧追着方休而去 就当方休离指示牌越来越近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刚刚进入通道的女医师 在见到指示牌之后 竟然猛地爆发出一声淒厉的呲吼 猛地掉头 扬长而去 当女医师往回跑的时候 不小心用两个馒头 撞了赵日天一个正面 没有多余的逗留直接开溜 生怕多待一秒钟 自己就得交代这里 赵日天被撞得有些猛逼 刚才有什么东西撞了 他下那东西还软软呢 不多时赵日天等人跑过来 赵日天的脸上 带着关切之色询问 方休看着指示牌凝眉 按照正常逻辑 那扇门背后就是生路 但为什么女医师 见到指示牌就逃跑 这能说明这里 大概率不是出口 而是隐藏着 让她都害怕的存在 方休还在思索时 另外两人见安全出口 则是一点惊喜 两人想赶紧走 但他们也不是傻子 见方休不动 自然也不可能 傻傻地去探路 就见方休直接原地坐下 闭目养神起来 他们也确实需要休息 从鬼域出现到现在 也不过几十分钟的事 而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 基本都在全力奔跑 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半小时之后 方休突然睁开双眸 横地一下坐了起来 突如其来的举动 给三人吓了一跳 方休紧紧吐出一个字 走 随即便朝安全通道走去 当人处在黑暗的地方 就连声音也听不到 周围安静到死寂 在这种估计的黑暗 几乎能让正常人崩溃发疯 方休走得很慢 并疯狂调动感知 不断地注意着四周的环境 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 能够立刻做出反应 继续向前 门越来越近 赵浩等人紧跟身后 没有人遇到危险 但越是这样 众人心中却越觉得不对 能将女医师吓跑 这里怎么可能没有危险 终于走到了门前 至此无事发生 这时方休想到 难道真正的危险隐藏在门后 推开了大门 门后是一片漆黑 没有一丝光亮 宛若黑洞 赵浩这时有些害怕 便询问起方休 休哥 这这里面真的是路吗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有危险也要走 方休回了一句 随后便直接踏入门中 黑暗犹如一张深渊巨口 将他的身形缓缓吞噬 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在这里面 根本见不到任何事物 最诡异的是 就连声音也听不到 安静到死寂 脚步声 没有 赵浩三人的声音也没有 以至于方休到现在 都不知道这三人有没有跟上 他试着张了张嘴 声带在震动 但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 事到如今只能继续向前走 一分钟过去 两分钟过去 直至走了十分钟 四周依旧一片黑暗 仿佛这条路 永远没有尽头式 就在方休以为 自己会被困死在黑暗中之时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亩光亮 紧接着 光亮扩大 黑暗疯狂退去 四周的景象如潮水般涌现 方休愣住了 因为他出来了 来到了白柳书院门口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方休不敢相信 他真的离开了精神病院 众人好不容易 在鬼域逃了出来 其他人都在庆幸 而他却高兴不起来 还因此发起了疯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方休拿走了女医师的玩具 气得他紧追着方休不放 眼见快要追上 却见到安全通道后 被吓得连玩具都不要了 留下一声不甘的嘶吼掉头就跑了 很快方休带领众人 进入安全通道 没想到里面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还安静的可怕 就连自己发出的声音都听不到 不知过了多久 眼前突然出现一亩光亮 随后黑暗疯狂退去 方休众人走出了鬼域 方休却愣住了 这是之前他走过了 通往白柳书院的林荫大道 他回身看去 顿时见到了一脸惊喜之色的赵无三人 以及不远处的白柳书院 赵昊兴奋大叫 其他两人也不例外 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狂喜 赵昊连忙催促方休快走 生怕里面的诡异再次跑出来 但方休却没有回话 而是定定地注视着白柳书院渐渐的 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为什么青山精神病院不见了 之前看不见青山精神病院 是因为进入其中 所以无法像在外界那般总观全局 可现在出来 应该能看到精神病院 可偏偏他就是不见了 只剩下白柳书院 还有就是 为什么离开得如此顺利 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女医师仅仅看了只是排一眼 掉头就跑 难道女医师身上有某种限制 不能离开精神病院 所以在看到出口时便直接吓跑 百思不得其解她 最终在赵无的不断催促下 只能先行离开 可是走着走着 方休却发现了另一件 让他极度震惊的事情 鬼不见了 曾经满大街的诡异 甚至天空上不可名状的诡异 竟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休的心在这一刻彻底乱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无缘无故逃脱 可以接受精神病院消失 这些他都可以接受 但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 满大街的诡异消失 因为他就无法报信 特别是他亲爱的老婆 他不能消失 他只能死在我德手上 老婆 你一定要在家等我 就当你失去一样 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心情低落 还是和我们男主一样 发疯似的寻找 刚刚逃出诡异的方休 就发现满大街的诡异 全部消失 焦急的四处群 却没有任何发现 随即在大街上 拦下一步出租车 着急催促司机直奔他的出租屋 此时的方休止不住的颤抖 嘴里一直念的 不能消失 至少老婆绝不能消失 方休此刻却露出惊恐的神情 害怕老婆突然消失 十分钟后 出租车来到方休所居住的地方 眼见到家 方休没有一丝迟疑 拨门而出 司机大喊还没给钱呢 但司机并未下车追看 看着方休慌张的样子 大概猜测到老婆跟人跑 司机感慨一声便离开 此时方休的精神状态越发不正常 内心的惊恐在不断加剧 疯了似的往楼上跑 心灵深处不断地嘶吓 全世界都可以消失 唯独你不行 方休一把推开房门 猛地窜入家里面 老婆的踪迹 方休此时的精神状态彻底绷不住 猛地大脑一片空白 整个人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嘴里念叨着 你可是足足杀了我十八次 没有你 往后余生我可怎么活下去 许久方休双目无神 整个人仿佛行尸走肉般 他曾经死过几十次 被老婆和女医师逼到崩溃 但他最后都活了下来 是他们的仇恨支撑我活了下来 我发誓要向全世界的诡异复仇 让他们也感受自己的痛恶 这就是方休活着的意义 如今诡异却突然消失了 我满腔的仇恨该往哪里放 活着的意义又在哪 方休躺在床上 足足看了一晚上的天花板 仿佛丢了魂一般 精神为敏 目光空洞 第二天一早 好兄弟赵浩打了电话 电话那边语气交集 修哥 你快看新闻报道 白柳书院找火 听到昨天发生的事 方休恢复了神情 猛地从床上腾了起来 打起手机搜寻新闻信息 新闻内容直接让他愣住 昨天19点49分 白柳书院寿楼处发生重大火灾 死亡名单如下 王子腾 卢大海 方休 赵浩 李飞飞等人 发现自己赫然在死亡名单上 方休恢复了往日的状态 甚至忍不住的颤抖气 猛地爆发出一阵癫狂的大笑 拥有死亡回荡的我竟然死了 真是有意思 也就是说 诡异事件没有结束 他们只是躲起来和我玩捉迷藏 甚至这个没有诡异的世界 本身就是诡异制造的幻象 忽然 方休的眼神变得柔和 我就知道你没有消失 我最亲爱的老婆 我又能见到你了 大庭广目之下 女生被吃了豆腐 都会惊呼大叫 或者是给一巴掌 却没想到这人 竟然没有下意识的动作 还一脸享受的样子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第二天一大早 好兄弟把寿楼处着火的事 告诉方休 方休发现拥有死亡回荡的自己 竟然出现在死亡名单上 失去老婆的方休 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原来诡异并没有消失 只是在和自己玩捉迷藏 就在这时 工作群里谈出信息 公司经理吴大海 在群里爱特方休 方休 你为什么还不来上班 紧接着一连串的信息轰炸 催促方休赶紧上班 看着手机这一幕 方休不禁大笑起来 感觉太有趣 他亲眼看到吴大海 被女鬼一时杀死 明明都死 竟然还催人上班 看来这吴大海死后 也是一只资本鬼 方休第一次迫不及待地 想去公司看看 对方能带来什么有趣的事情 就在这时 手机上冒出红色文字 你以为不说话 就不知道你在哪儿了 紧接着 手机里的血字越聚越多 形成一滩血液 慢慢地开始沸腾 下一秒 血液从手机里冲了出来 凝聚成一个巨大眼球 眼球直叮叮地探着方休 吴大海阴森的声音 竟然从眼球传出 方休 我看见你 立刻马上给我滚来上班 方休把这些恶心的东西 从手机上扯了出来 对着眼球说道 我可以去上班 但你不要占用我的手机内容 说完 眼球就消散在空气中 方休看着发生的这一切 想到这些都是幻觉吗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 那就去看看 他想捣什么鸡毛 方休立即踏上自行车出发 来到白柳书院寿楼处 方休发现整栋寿楼处 已经被大火烧得通体漆黑 甚至拉起了警戒线 但方休并不在意 直接越过警戒线向李子 就见寿楼处里面烧得更严重 还能闻到烧焦的味道 刚走到里面就看见 死去的同事都在忙碌 这时李飞飞发现方休 朝着李飞飞的馒头抓去 方休想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归交错 而李飞飞没有多余的动作 一脸享受地说到修哥 你太坏了 等下班让你摸个够 方休冷笑 随手把李飞飞推开 朝着里面走去 方休慢悠悠走上二楼 这时就见好兄弟赵浩急匆匆地跑下 问到修哥 你也是被抓来上班的吗 却听方休说了句 不 我喜欢上班 顺口又问了吴大海在哪里 赵浩愣了一会立即反应过来 指着里面那个房间说道 人情逐渐凝重 没想到记忆里死去的同事们都还好好的活着 这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的 这个世界充满着不公平 人活着的时候为别人打工 而死了之后还得为这些鬼资本家打工 可怜吧 我累了 方休来到火灾后的公司 此时死去的同事都在岗位工作 与生前一模一样的工作 方休来到经理办公室内 就见吴大海指着他说道 你怎么现在才来上班 我在群里爱特 你为什么不回忆 你知不知道后果很严重 方休没有回答吴大海的问题 则是问起 我的提成什么时候 听到这些话吴大海气得只拍桌子 就你这样懈怠工作 还有脸跟我谈提成 方休冷冷地看着吴大海 你即便是死了 还是如此令人厌恶 话音刚落 就见吴大海轻轻报起 指着方休再次破口大骂 你诅咒谁呢 说谁死了 你会说人话吗 我活得好好的 才死了呢 骂人的声音响彻整个办公室 引得同事纷纷放下工作看热闹 就在下一秒 方休手中握着的手术刀朝着吴大海刺去 他不敢相信方休 竟然能干出这种以下犯伤事 鲜血从吴大海的果果夺出 之后吴大海肥胖的身体随之倒下去 方休冷漠的眼神直叮叮地看着吴大海 随即露出一抹邪恶的微笑 这不就死了吗 就在这时 方休察觉一股诡异袭来 办公室的同事们一动不动 仿佛被控制一般 直挺挺助力 甚至好兄弟赵浩也一样 脸色如同鬼一般苍白冷 方休走过去尝试唤醒赵浩 然而下一秒 赵浩整个脸开始怪异的扭曲 眼珠子爆裂开来 身躯也发生变异 从人形变成猙獰可怖的怪物 看着眼前的一幕 方休暗想 难道是要变身了吗 随即掏出手术刀继续力量 他可不会傻傻地等诡异变身 得提前打断对面的尸子 猛的爆发朝着这些诡异冲了上去 方休在人群中不断穿索 还在变身的诡异被方休逐个击 方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完够了吗 完够了就出来吧 只见赵浩三人东荡西歪地躺在通道 脸上带着争鸣的恐惧 嘴里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方休眼见发生的这一切 验证了他的猜想 这些果然是诡异制造的梦境罢了 当方休来到上班的地方 遇见李飞飞顺手摸了一把 令他骄傲的馒头 便觉得是假的 他记得那两馒头是硅胶做的 要是真的没有那种手感 推开李飞飞 便冲进办公室 表演了一次七进七出 休息片刻方休说到出来了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幻景 方休缓缓转身看向通道深处 里面不断渗透出 诡异冰冷的气息 仿佛一只凶猛的恶鬼即将出世 看着眼前的一幕 方休淡然地说道 梦境吗 看来这就是你的能力 这时有几只眼球从里面飘出 接着一颗巨大的鬼眼 猛然从黑暗中窜出 全身被星红的烟雾包裹 下面连接着无数阴森的骷髅 甚是争鸣邪恶 鬼眼直勾勾地盯着方休 一道深沉沙哑的声音发出 人类 你是怎么看穿我的梦境 方休冷笑一声 你很懂人类 梦境也很真实 可惜你不懂 龟胶捏起来的手感太软了 鬼眼一脸猛逼 没听明白龟胶 手感是什么意思 接着又问 为什么在梦境里你不会恐惧 方休一脸轻笑 看来你是靠恐惧杀人 越恐惧就会死得越快 难怪我会出现在死亡名单上 死人又复活叫我上班 死了还得工作 确实很吓人 但也多亏你为了吓唬我 故意制造各种鬼一事 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对生的渴望 从而识破幻解草处 黑烟鬼也没有说话 他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人类 仿佛要将他的模样深深记住 没有恐惧的人类 我记住你 随后鬼眼逐渐散去 方休也放下手中紧握的手术刀 思索片刻想到这只操控梦境的 鬼衣吓跑的女鬼医师 如果没猜错的话 被手术刀感染的女医师 大概就是这种精神病院里 最弱的一种鬼衣 被感染和被转化 两者有了质的差 方休来到好兄弟赵浩的身边 此时赵浩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 清惊暴起 看起来十分争鸣 方休伸手试探了下探明心 确认赵浩已经没了呼吸 想起前几次他真诚地对待自己 每次有困难都出手相处 方休决定死亡回荡救下赵浩 立即抛出手术刀 朝自己的脖梗扎去 等他再次睁眼 就见回到进入安全出口前 想到既然那只诡异的能力 是控制梦境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睡着 随后推开门 方休带领众人进入了安全出口 进入了没有诡异的梦境中 方休再一次抹活 方休又回到了进入安全出口之前 想到看来我们会无法避免地进入梦境 想要不关只能靠赵浩自己克服恐惧 方休把进入安全出口 还有一只诡异的事告诉众人 并解释他会在幻境中制造各种诡异事情 甚至让你误以为离开了鬼 但这一切都是假的 方休拍着赵浩的肩膀说道 你一定要记 只要克服恐惧就能够活下去 还有要是在幻境里遇到了李飞飞 可以借机摸一把他那傲人的部位 他那个是硅胶做的 真的和假的手感是不一样 那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赵浩听方休说的这些愣住 他满脸通红结巴道 可是 我没摸过真的呀 那该怎么办 此人为了救下自己的好兄弟 竟然让兄弟当着众人播放 他珍藏已久的小电影 这点子简直是太坏了 不过我喜欢 方休尝试了好几次 虽然他能很快摆脱诡异的梦境 但无论怎么提醒他们 最后都无法克服恐惧的梦 把自己勒死 经过测试方休发现梦境 是完全由诡异捏造出来的 而且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他们的梦 只能靠自己来破解 此时就见赵浩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脸上竟是痛苦 脸上开始不断抽搐 眼看就要窒息 方休伸手连忙掰开他的手 让他能够通畅的呼吸 不再干傻事 方休推了推赵浩 赵浩依旧面色铁青 不断发出痛苦的哀号 看着怎么叫都叫不行 方休只能出其招直接扇了过去 看着没有苏醒的迹象 紧接着方休使用出 组盘的降龙十八掌招呼上去 论方休怎么打 赵浩就是没醒过来 看这样方休只能用出损招 一脚朝赵浩的命根子踢去 赵浩疼得捂住小弟 全身止不住地颤抖 满脸痛苦 却始终没苏醒 方休很是无语地挠挠头 这样都叫不行了 想到看来只能外力刺激神经了 方休掏出女医师的手术刀 狠狠朝着赵浩腿部刺去 直接插进她的大肋 甚至不惜发动了痛苦力 看着赵浩不断地哀嚎 就是醒不过来 不久赵浩无法忍受 直接腾晕过去 这一幕让方休震惊 方休脸色阴沉 没想到自己的痛苦能力 都无法让赵浩苏醒 她很想救救赵浩 但是要怎样才能救下 方休决定再是最后一次 如果还是叫不行 那就只能放弃 刀一抹 再次重生 方休不断思考解救赵浩的方法 此时赵浩说到 我昨晚梦见鬼压床了 而且是个漂亮的白银鱼骨 压在身上软绵绵的 得舒服 不过在快要亲上她的时候 梦突然醒了过来 可惜了 这时有人发现了安全牌 大喊是安全出口 我们有救了 赵浩眼见就要出去大喊 等我出去了 一定要找个女人 舒服一死 方休无语 临死还想着女人 这时方休突然想到一个好漫 虽然日天性格内向胆小 但她最大的特色就是特色 竟既然无法躲避幻境的恐惧 那就用另一种 强烈的本能情绪回避 方休让赵浩打开手机 把音量放到最大 赵浩一愣 你想要做什么 方休黑黑一笑 当然是把你最喜欢的电影放一放 赵浩又惊又害羞 脑海里浮现出一位美女老师 在教室里穿着职业装 显得她那完美的身材 赵浩同学 这道题做错了 要乖乖接受惩罚要 在阴森恐惧的环境中 忽然一种熟悉的BGM响起 你脑海中第一印象会响起什么 请打在评论区 我看看有多少老色皮 赵浩一脸羞红 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 说话都结巴了羞 羞哥 你没开玩笑吧 你要是想看 等咱逃出去再看 这当众外放 和当街拉市有什么区别 方休一脸正惊道 我没开玩笑 这是在救你的命 现在立刻赶紧放 赵浩见方休说得认真 过于压力 只得掏出了自己珍藏的电影 当BGM响起 阴森的走王中 似乎恐惧氛围都消散不少 两位同事皆是以一种 十分怪异的目光注视着赵浩 赵浩此时的神情 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脸色涨红 这时方休说到 你赶紧认真地看 必须全方位 代入电影中的学生 让自己血脉喷张 等一会儿进入幻境之后 什么都不用管 直接闭上眼拼了命的代入 唯有这样才能克服恐惧 赵浩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投入起来 五分钟后 方休看了看赵浩 觉得差不多了 事实证明 不是随便一个人 都能在面对恐惧时 还弃反命的 方休再次嘱咐千万切记 不管一会儿 看见什么诡异事件 都是假 找到梦境的扩展 不恐惧就不会死 随后他又交代了 几句注意事件 然后便带着他们走入门中 梦境来袭 方休很快挣脱了梦境 他看向倒地的赵浩三人 两名同事如之前一般 表情十分猙獰恐怖 似乎在遭受 什么可怕的事情 反观赵浩这一次 在睡梦中竟发出一声 压抑喘息的低吼 帐篷再度挺立 双手不自觉地 在自己胸前乱抓 还不识折子 场面一时间有些腊语 即便方休见过 很多不可名状的鬼 但仍有点不感 只是此时的赵浩 不过方休很快 发现了一丝异样 他通过灵性感知 竟发现此时的赵浩身上 出现了灵性波动 方休很是震惊 赵浩这是要点亮灵性了 此人在进入幻境前 看了大量的导播片 为了打破幻境 此刻赵浩满脸享受的样子 而下一秒 疼得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 还喘得粗气 嘴里喊着飞飞别跑 待看清周围环境之后 他先是一愣 随即猛地洗 问到方休我是不是成功了 他的话还未说完 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神满是戒备地看着方休 方休见赵浩如此反应 感觉对方成长 至少有点思考量了 虽然不多 为了证明这不是梦境 方休说出了赵浩的一些小秘密 水管工的修复 喝奶的巨婴 迷惑的小姨子 老师的家教 凹凸慢等等 赵浩面色十分尴尬 连忙致举 方休侧身躲过 而赵浩不小心摔倒在地 此时赵浩瞳孔一缩 不由大叫一声 看到两位同事的死状 不敢确认地问到方休 他们是不是已经答了 方休将手放在门上嗡了一声 好了 准备离开吧 一把推开大门 朝着外面走去 在光亮的驱散下 黑暗如潮水般缓缓退去 露出了外界的光景 他们俩出现在了马路上 并不是梦境 因为他看到了穹顶上的那些 不可名撞的怼 甚至周围的小树林里 还有零散的几只 方休立即问了一个问题 日天 你是不是点亮灵性 赵浩一愣 灵性 说完 他闭上双眼仔细感知 片刻后 他睁开眼面露狂喜之色 刚刚在幻境中 好像是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不止无感 就连力气也变大 方休点了点头 对此并不感觉意外 毕竟之前赵浩也没少摸大头 且在梦境中经历了生死 赶忙问到你觉醒了什么能力 赵浩说道 我好像感知不到能力 王子腾不是说 每个点亮灵性的人都有能力吗 我不会是没能力者的 赵浩脸上的喜色褪质 直接拉下脸 问到方休你是什么能力 方休不急不慢说道 我的能力是预知未来 赵浩整个人呈现出一种 极度震惊的状态 什么 预知未来 而方休则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倒不是他有一片赵浩 而是在为了以后做打算 凭借死亡回荡的能力 他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 表现出各种先知 倒不如直接说自己能预知未来 方休看着天空 对于变强的渴望十分强烈 如果没被诡异杀死这么多次之前 他或许会选择低调 不引人瞩目 但现在 他只想快速变强然后复仇 特别是他那亲爱的老婆 这是一位在导博教书的女教师 整天在班里和学生打闹 赵浩因受不了老师的教导 最终逃出了幻境 跟随方休走出精神病院 方休看着眼前的白柳书院 明明能感知到青山精神病院 就镶嵌在寿楼部里面 但却看不见他的一丝痕迹 难道是因为精神病院 融入了现实世界 所以被现实的景物遮挡 方休暗自庆幸 这次只是遇到 是制造幻境的诡异 没有任何攻击力 如果堵门的是其他诡异 即使方休拥有死亡回荡的能力 恐怕也会被困死在里面 在绝对实力的面前 耍小聪明是没用的 哪怕重生很多次都是徒劳 方休看向照号 心里猜想即便点亮灵性 成为御灵师 竟然也看不见满天的诡异 方休问到日天 你抬头看看天上有诡异吗 赵号一脸震惊 诡异 这里哪有诡异 赵号连忙抬头看去 但看到的只有月朗星星 以及漆黑如暮布一般的天空 休哥 你是不是看错了 大概是我眼花了 把乌鸦看成诡异 方休的眉头不经意皱起 难道点亮灵性 也看不见大街上的诡异 是因为赵号刚成为御灵师 太弱了才看不见 还是因为御灵师 也看不见诡异 方休很希望是前者 因为那意味着 自己并不孤独世界上 还有自己的同类 和自己一样能看见诡异的人 此时赵号看着方休 在思索的时候 想到自己什么能力 也没觉醒 心情瞬间又低落了起来 甚至比之前还要低落 既怕兄弟过得苦 又怕兄弟开路 这句话完美地体现了赵号的心 休哥 赵号圣人 我们先离开吧 方休侧头问到赵号 话说回来 日天你是怎么破除梦境 赵号一惊 支支吾吾了半天 还能怎么破 就是按照你教的办法 什么都不管拼命地带入影片 那你为什么在现实中 对着空气又摸又轻 听到这些话 赵号的脸疼得一下就红了 还做动作 不仅做动作 还发出了声音 并且赵号立马阻止方休 不要再说下去 我求求你吧 这也太射死了 我对你的梦不感兴趣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你没有能力 会不会是你觉醒中出的差别 所以问你经历了什么 赵号赶忙祈求方休 只要这是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梦里发生的事 不久赵号满脸羞红地说道 其实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进入幻境之后就一直闭着眼 满脑子都是教师讲课 美女教师时不时地就在我耳边吹起 不断地刺激我 诱惑我 这时美女老师身上发出冰冷的气息 弄得我整个人不断地颤抖 她的声音也变得沙哑 还不断地说到留下来陪我 后来听见了各种恐怖的声音 还有像女医师鬼一样 冷的手在我身上摸索 不断地勾引我 此人竟然把自己暗恋已久的女神 叮咚在墙上 下一秒女神却自己主动贴了上 却没想到的是 女神变成了诡异反手的暗主 这时她的脑海里浮现一句话 古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事情是这样的 赵号在教室里被诡异女老师挑逗了 突然女老师的手 却伸向了赵号的私密处 赵号这时想到方休说的 要转移注意力 她只能扣了下去 而女老师没有放过她的意思 也朝着她二弟摸了过去 方休就说道 于是你就自己动手了 赵号脸色涨红的变紧 我那只是为了 转移注意力的权益之计 紧接着赵号讲述 老师的手 不断地摩擦着弄得我很难受 方休听得一阵无语 后来呢 后来 周围的环境和声音就变了 那只诡异也变成了李飞飞 再后来李飞飞就一直诱惑我 我确实没经受住诱惑 但那也不能怪我 谁让她穿了包屯裙 还有那性感的黑丝 这这 这哪个男人能经受得起这种考验 见到李飞飞要捏一把看看真假 那是幻境的破绽 我顺手就抓了上去 你还别说 那感觉还真是柔软 再然后她就开始给我上课 她的嘴巴开始向两边裂开 一直裂到耳朵根 当时真的快给我吓死了 满脑子就剩下恐惧 她的双手抓住我得手段 把我双手牢牢按住 我特么当时直接下尾了 方休点点头表示对上了 当时赵号确实有一个时间段落 看样子应该是吓坏了 那后来你是如何直冷起来的 当时李飞飞张着血盆大口就要咬死我 我知道自己死定了 但是我就在想啊 我还是除了 要是就这么死了简直白火 我正是死 也不能这样憋屈地死去 然后我就心一横 也不管李飞飞是不是鬼了 打她是鬼也罢 反正我要了结了心愿再死 方休很无语 想到这也是赵号的特色 此时她终于明白 为何梦境破除之后 那只鬼始终也没有出现的原因嘛 可能是羞于见人 怕了赵号这位日鬼者 赵号见方休沉默 她自己也觉得十分尴尬 于是连忙补充发言 死都要死了 还在乎那么多干什么 人生嘛 最重要的是不能留遗憾 你说是吧 方休竟然无言以对 这人被女鬼异叮咚在墙上 为了不憋屈地死去 临死前不管三七二十二 竟然把女鬼一热 方休听完赵号讲述 在梦里发生的一切 很是无语 转身就走 告诉赵号我先打车回家睡觉 有事再联系 赵号很惊讶地说到同事们都死了 我们还遇见了鬼异 你居然还想着回家睡觉 方休扭头问道怎么 难不成你还想打电话通知治安员 赵号一脸尴尬 许久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方休摆了摆手 谁也不用找 会有人找上门的 这个世界既然存在诡异和御灵师 那就必然有专门对付诡异的组织 不然这世界早就乱套 随后方休又简单地和赵号交代了几句 告诉他一旦有人找上门来 应该如何回答 两人对好口供之后 便分到杨镖哥回个家了 回到家后 方休见到了温柔的老婆 老婆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穿的还是那月白色丝绸吊带睡衣 一双白皙纤细的大长腿暴露在空气中 方休心中的大石头彻底落地 再见到老婆的感觉真好 一句恩 我回来了 老婆脸上温柔的笑意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满是贪婪与疯狂的争议 变脸速度之快 堪称变脸大师 你看 老婆的话还未说完 刷 一道荧光骤然乍现 回家的这段时间 方休的灵性早已恢复 一柄手术刀化作残影狠狠地 朝老婆白细的脖本扎曲 里面充斥着方休漆黑的灵性 痛苦能力一时间开到了最大 就在方休用手术刀 还以为杀了自己老婆还在兴奋时 下一刻 他眼前一黑 意识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当他再度醒来 发现自己重新出现在了家门口 我这是死了吗 死亡回荡的地点也变化 方休低头喃喃自语 老舅的楼道中投下昏暗的灯光 映衬的他脸上阴影一片 方休打开了家门 老婆宛若一位贤妻两母般站在门口 无视了楚楚动人的老婆 犹如一位加班到深夜回家的涉体 将疲惫当借口逃避交公粮 方休想到这才是老婆真正的实力吗 果然 诡异与诡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那种差距或许比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还大 看来没有选择继续探索精神病院是对的 实力太弱 且对灵性的运用 以及有关玉灵师的一切都不清楚 容错太多 所以方休打算先熟悉自身灵性 了解玉灵师与相关组织接触 获取了更多信息之后 再做打算 绿藤市诡异调查局 这样一处低调又隐秘的部门 却在整个绿藤市玉灵师圈子里的赫赫为民 绿藤市调查局的总部会议中心 一群人正围坐在会议桌前 此人就是调查局局长王德海 下面召开紧急会议 想必大家应该都听说了 就在五小时前 本市开发区的白柳书院出现鬼狱 众人朝幕部看去 目前鬼狱笼罩范围是白柳书院寿楼处 暂时未发现扩散迹象 但是这两人是寿楼处唯一存活人员 随着方休和赵浩逃出白柳书院寿楼处 也惊动了当地的诡异调查局 会议室内好不热闹地讨论着 一位秘书打扮 看上去十分干练 带着金丝眼睛的年轻女性赶忙 开始操作电脑 将监控投屏到会议室的幕部之上 众人朝幕部看去 上面显示的是白柳书院四周的监控 并没有内部监控 内部的监控似乎受到了某种诡异力量的侵蚀 导致监控器械全部失联 这两人是从白柳书院鬼狱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颜值高一点的叫方休 猥琐一点的叫赵武 都是白柳书院受楼处的工作人员 方休年龄二十岁 男性 绿腾是本地人 乌尔 毕业于赵浩 经调查 两人生平事迹并无特别之处 进入白柳书院鬼狱之前因为普通人 这时王德海对着众人发问 你们怎么看 一位穿着毛钉皮夹克的年轻男子不懈道 连普通人都能活着出来的鬼狱 危险程度估计也就低级 这种程度的鬼狱 随便派个人去不就打 这时调查员沈明雪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 你们看监控画面中 那个方休 他表现得太平静了 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 活着从鬼狱出来的神奇 没有劫后余生的欣喜 也没有见到鬼狱的后把 平静得不正常 一位西装金丝眼镜男法国道 如果他之前是普通人 那么现在极有可能在鬼狱中成了御灵师 老丁夹克男子依旧不屑 一个刚点亮灵性的新人御灵师 都能活着出来的鬼狱 危险程度估计也就C级 这种程度的鬼狱 随便派个资深御灵师不就打 没有经历过的鬼狱 永远不要妄下定论 也许这鬼狱的危险程度很高 这两人仅仅是运气好 才活了下来 一个刚点亮灵性且运气不错的新人御灵师 都能活着出来的鬼狱 危险程度估计也就 王德海怒了 你给我闭嘴 直接对着毛钉男子怒吼 于是他直接派板沈灵雪 李文浩 你们两个去一趟 调查一下方休和赵浩 看看是否成为御灵师 能力强弱 心灵污染程度 有无必要吸收进调查局 以及了解百柳书院鬼狱危险程度 沈灵雪 李文浩回到室 次日清晨 方休直接被赵浩的电话声吵醒 休哥 我知道我的能力是什么了 手机那头传来赵浩兴奋的声音 这时就见方休的老婆说道 老公 别理他 我陪你接着睡吧 方休没有理会老婆平静 问到什么能力 就听电话那头的赵浩黑黑一声 说出来吓你一跳 我昨天之所以感知不到能力的存在 是因为我的能力 只有在十一点以后才能发动 持续时间能到凌晨一 嗯 所以到底是什么能力 休哥 我说出来你不要嫉妒 虽然你的能力很强 但我的能力可是全天下男人最想要的能力 你是不知道啊 我昨天试验了半天 简直嘖嘖嘖 方休听到这些无用的信息 立马挂掉了电话 这时的方休真是一个头两大 片刻后 赵浩再度打 方休有些不耐烦说道 你要还是这么多废话 那就拉黑了 电话那头传来赵浩委屈的声音 我的能力就是十一点之后会变速 然后身体素质会提升 浑身腿的肉 就这 不删吧 方休一边吁吁着 一边听着电话赵浩那边诉说着 身体素质的提升只是负担 其实它真正提升的是 性能力 方休果断挂掉了电话 觉醒出什么厉害的能力 但也没想到他的能力居然如此不正经 此人睡一觉便觉醒了超能力 而他觉醒的能力是所有男生都喜欢的 那你们想觉醒什么特殊能力呢 电话那边的赵浩还在不断地诉说着 听到这些无用的信息 方休果断挂掉了电话 虽然他从未指望着赵浩能觉醒出什么厉害的能力 但也没想到他的能力居然如此不正经 玉灵师的能力是与心灵息息相关 是心灵写照之力 以内心渴望什么 就会表现出什么 方休也很能理解 因为十一点之后基本是赵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 赵浩觉醒的能力 纯纯不是离里面的男忧吗 温柔的老婆从门上穿过 走进卧室对着方休温柔笑道 方休的眼神没有任何波动 自顾的起身 然后自己给自己做了早餐 这时 方休家想去楼下的街道旁 一辆轿车在奔驰 不久车辆停下在车内下来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正是调查局的沈灵雪和李文浩 此时李文浩的耳朵上戴着黑色耳机 面前连通着监听设备 一旁的沈灵雪平静问道 两人的通话监听到了吗 李文浩点了点头 从两人的对话显示 初步可以判定 两人之前都是普通人 是在白柳书院鬼域中点亮的灵性 成了御灵师 沈灵雪问道那能力呢 方休的能力电话里没提 不过听赵浩的意思 应该不会太差 赵浩呢 提到赵浩 李文浩面露犹豫之词 显然有些难以启齿 沈灵雪冷哼一声 他的能力适合去汇组当压 现在调查局极缺人手 如果方休能力不差 且能通过心灵污染测试 可以考虑吸收进调查局 随即诱到 像赵浩这种心灵肮脏 能力恶心的垃圾 就没必要吸奈进调查局 另外 以后赵浩必须好好坚固 不然指不定会利用能力 做出什么沃硕事 李文浩点了点头 心中暗暗叹息 方休这边 他老朋友说道 你能看得见我吗 方休没有理会 继续调着电视频道 希望能看到一些 关于诡异的事情 但就是没有任何 关于受楼部人员遇害的新闻 方休猜想到底是诡异的力量太大 还是特殊组织的能力太强 这时方休的家门被敲响了 在他的感知中 很清晰地听到了 有两人正在敲门 甚至两人上楼时便听到 方休透过猫眼去看 见到了身穿工作服的一男一女 诡异在没被看见时 无法与现实世界互动 李文浩继续敲着门 方休没有丝毫犹豫 便打开了门 根本不担心对方是诡异 门打开之后 李文浩拿出调查局的证件说道 方休是吧 我们是全球诡异事件 联合调查战略防御攻击 与后情保障局的工作人员 这是我们的证件 方休一脸平静地 查看了两人的证件 回复一句 你们来得比想象中快 李文浩很是震惊 沈灵雪问道 你知道我们要来 这个人每次都在 做死的边缘挺幸的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 方休将两人引进家中 这期间 沈灵雪两人一直在打击他 方休心中猜测 如果连他们都看不见老婆的话 那也就证明了 只有自己是特殊了 能否看见诡异 可能和是不是御灵事无关 不过方休还没有下定论 需要再试探 沈灵雪审知道 你似乎对我们的到来 一点也不惊讶 你以前知道调查局 方休摇了摇头不知道 不过这世界上 既然有诡异存在 却没有引起骚乱 肯定背后有某种力量 在维护社会治安 这不难猜 沈灵雪略带暂时 确实不难猜 但普通人经历了 诡异事件之后 可不像你这个 还能平静地思考 我们调查局 便是专门对付 诡异的特殊部门 是御灵师的官方组织 今日前来有两件事 一是调查 百柳书院诡异的相关信息 二是判断 你是否有资格加入调查局 虽然民间 也有不少闲散的御灵师 但唯有调查局 掌握着绝对的信息 绝对的品质实力 以及大量御灵师所需的资源 所以这对你而言是个机会 这时老婆挡在方修面前 不让他看其他女人 方修看着这张脸 心想简直是在我身边点着蹦 死在我手里时 希望在冰死的表情 应该也会很疑人 沈灵雪不急不慢 说到方修下面进行第一响 将你知道的有关 百柳书院诡异的信息说出 方修平静回答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您解 沈灵雪眉头微皱 现在是我在向你提问 身上开始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这时李文浩连忙到 沈调查员 方修刚刚经历了诡异事件 心中肯定有很多疑问 我们先解答了他的一面 让他理清思路 待会也更好回答咱们的问题 是不是 听到李文浩这些话 很快沈灵雪气息慢慢消失 方修微微早逝二人 心中已然有判断 沈灵雪应该是御灵师 而李文浩则不是 从诡异事件中活着出来的人 眼神是不一样 给人的感觉也不 看来这就是调查局的配置 一位御灵师配一个普通人吗 御灵师的心灵被诡异轻染 往往容易性格古怪极端 配一个普通人监督 倒也可以起到一点监督作用 听到这些话的沈灵雪脸色 再次难看起来 身上开始涨心 你这是在找死你知道吗 李文浩连忙让方修有什么问题 快问 别再刺激沈调查员了 他要是报答我真的就不了你 领多事后给您戏份报告交给局长 方修见此情况问出第一个问题 指着老婆问到诡异到底是什么 鬼都是由心理的恶索变化而来的 只要你不做坏事 他们不会找你的 不过这些方修都不关心 他只想知道关于诡异的真相 方修问道 第一问题 诡异是什么 李文浩微微一笑 已问的这个问题 也是大部分从诡异活下来的人要问的 不过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 目前调查局也没有给予诡异明确的定义 诡异的初步定义是 类似自带污染源的扭曲心灵实体 他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有的有血肉 有的则是类似灵魂体 有的甚至是概念体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 诡异的出现没有规律 基本都是突然出现 所有的诡异都对人类带有极大的恶 表现出来吃人倾向 准确地说是吃人的心灵 你也可以理解为人的精神力 唯一相同的是 他们似乎靠着吞噬人类的心灵强化自身 并且每个诡异都是一个污染者 如同放射物质一般 源源不断地向周围释放污染性辐射 这种辐射能够污染人的心灵 激发负面情绪 让心灵扭曲 你能成为育灵师 想必应该知道 育灵师的力量 就是被诡异污染后的查过 第二个问题 育灵师的力量层次如何化合 李文浩微微诧异 看来方先生你知道一些关于育灵师的事情 李文浩也没问方修是怎么知道 而是继续解释 你既然知道育灵师 想必也知道灵性 那我就不过多解释 育灵师的力量层次 是根据点亮灵性的多少的化合 如方先生你这般心境育灵师 一般点亮灵性的程度是1% 我们称之为一阶育灵师 点亮灵性1%到20% 都是一阶育灵师的范畴 具体表现为能力出现 刚刚获得能力 并且能力会随着灵性的增加而增强 点亮灵性21%到40% 是二阶育灵师 具体表现为能力强化 其能力会大大增强 发生质变 41到60 是三阶育灵师 具体表现属于机密 以我的级别是不知道 以此类推 后面还有四阶 阶 灵性100%后会怎么样 李文浩摇了摇头不知道 据我所知 目前全世界不存在点亮灵性100% 点亮灵性的难度是越往后越多 所以不止没有灵性100%的育灵师 就连达到五阶的育灵师也没有 五阶仅仅存在于理论中 育灵师想要点亮更多的灵性 就要不断寻找强大的灵性 不断地经历生死 与生死之间孤活 可面对愈发强大的灵性 死亡率会直线上升 并且现在也没有出现过 足以让人点亮灵性100%的灵性 育灵师与灵性算是天生敌对 但又相辅相成 诡异越强 育灵师才能越强 不过现在的诡异强度 并不足以孵化出太过强大的育灵师 方休还想问第三个问题 但却被沈灵雪打断 只见他不耐烦道 我没有工夫听你在这里问这么多问题 李文浩 把全球诡异论坛的网址里拿 让他自己查询 李文浩无奈 只得给了方休一个网址 并嘱咐一声 这是一个暗网 算是全球最大的诡异论坛 一些常识性的信息里面都有 如果你要知道机密的话 那就需要不停 另外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因为是全球范围的论坛 所以这里并不受我们调查局监管 李刘兰师千万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的邮件 方休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方休并没有理会对方的威胁 而是继续平静道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指了指自己的旁边道 你们看得见我老婆吗 这人原本身边没有任何人 就因说了一句我看见你 就凭空出现一位穿着睡衣的女子 直接震惊两人压麻呆住 方休指了指自己的旁边道 你们看得见我老婆吗 此言一出 明雪顿时愣住 他看了看方休空无一物的右侧 又向四周看了看 根本没发现所谓的老婆 李文浩也是愣住 你在说什么方休 资料显示你根本就没有老婆 甚至连女朋友都都没有 方休一脸平静地看着两人 口中不断泥满 看不见吗 还是装作看不见 一时间 场中的气氛变得诡异起 李文浩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他怀疑方休的精神状态不正常 普通人经历了诡异事件之后 怎么可能如此平静 尤其还被诡异的力量侵蚀心灵 成了御灵师 状态本就不稳定 对着沈灵雪说到 这方休不仅精神状态有问题 甚至比一般御灵师还要严重 居然都产生幻觉 沈灵雪突然怒倒 方休 你是在耍我们吗 方休看了一眼怒气冲通的沈灵雪 觉得对方不像是装异 不过无所谓 他还有准备 只见方休回身看向自己的老婆 双方对上视线 老婆 我看见你了 沈灵雪还想说些什么 只见空间开始扭曲 一脸见了鬼市的 看着方休的右侧 那原本空无一人的地位 居然凭空出现了一位 身穿月白色丝绸 质地睡裙的面 这是一道饱含压抑 黄写的声音响起 看得见 老婆那柔顺的长发开始搏动 好似一条条扭曲的黑蛇 在空气中狂舞 老婆口中爆发出 令人牙伸的笑声 咯咯咯人类 沈灵雪与李文浩腾的 一下站了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只见她的樱桃小嘴 已经给到了横根 平整的牙齿成锯齿状 而嘴的里面 竟然还套欠着一张嘴 就仿佛喉咙中 长了一张嘴 一句好久没吃玉玲湿了 真怀念 沈灵雪惊叫一声该死 方休你到底是什么人 此时的沈灵雪 眼里的方休变了一样 没想到吧 我老婆居然是诡异 遇见自己无法处理的事情 不要逗留赶紧离开 不然下一秒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沈灵雪惊叫一声该死 方休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老婆居然是诡异 方休微微皱眉 现在才能看见吗 看来是因为我看见了老婆 从而触发了某种媒介 导致原本虚幻的老婆 进入了现实 所以沈灵雪两人才能看到 这也就意味着 看见诡异和御灵师没关系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御灵师 都看不见满大街的鬼 也许全世界只有我能看见 这让方休心中一沉 这种特殊性他并不想念 没人喜欢被满大街 诡异包围的感觉 一旦被发现就会死 就如同一直行走在刀刃丛林中 时刻精神紧绷 稍有不慎 便会被乱刀分尸 沈灵雪见状直接掀下手围墙 他摊开白嫩的小手 空气骤然扭曲 两道爆裂异常的火焰出现在手中 两团爆裂的火焰被沈灵雪甩住 狠狠地袭向老婆 超高温的火焰 居然连房间里的空气都灼热起来 看来这就是沈灵雪 爆裂的火焰在老婆的身上炸裂 然而那火焰似乎遇上了冷水一般 瞬间熄灭 老婆则毫发无伤 沈灵雪瞬间瞪大双眼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居然毫发无伤 他已然意识到眼前的鼓励 根本不是自己能对比 扭头就要逃跑 但就在这时 老婆冷白的小手对着空气轻轻一挥 空气似乎被什么波动 只见正要奔逃的沈灵雪两人 其头颅直接从脖梗上滑落 断裂出光滑如镜 方修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朝沈灵雪两人的尸体扑去 然后开始迅速地在对方尸身上翻找 这时发现在李文浩上衣口袋里有一封信 方修赶紧打开查看起来 这时老婆温柔的声音从方修耳边响起 方修没有理会 继续查看信中信息 下一个 一阵剧疼袭来 他眼前一黑 意识逐渐磨 方修站在自家门口 想到死亡回荡节点不变了 看来从青山精神病院出来唯一个事件 当我回到家用手术刀试探 老婆被杀算是进入下一个节点 没有新的诡异事件发生之前 明天上午8点40分就是调查局上门的时间 是时候让预知能力出现在世人眼中了